清语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江可威眼睛红红的 向宋清语倾诉道 其实我已经知道 我离不开陈诺 就是因为喜欢她 可我明白的太晚了 陈诺已经不再喜欢我了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总不可能 回去求她原谅我吧 我只能去找一个 比陈诺更好的人 弥补我心里的空缺 但是 我找了好久 一直都没有找到 你说 会不会这个世界上 根本不会再有 比陈诺更好的人了 江可威的话 宋清语一句都没听进去 她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哪里还有心情 管江可威这些破事 她和陈诺走到今天 除了身边人的挑拨之外 她自己也占了 很大一部分原因 谁让她那么听别人话的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没有 比陈诺更好的人 陈家只是江城首富 又不是江省首富 更不是全国首富 想找到比他更好的人 你去找江省首富的儿子 不就好了 宋清语随意道 她的话虽然幼稚 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比陈诺有钱的人多了去了 喂喂 今晚我就要嫁给 那个老男人了 我害怕 你去陪我好不好 见江可威神情松动 宋清语试探性地道 江可威略一考虑 答应了 单纯的她还没注意到 宋清语眼里闪过一丝阴暗 江可威自小就被陈诺浇灌着 可以说什么活都没干过 什么苦都没吃过 这样的她 根本不是宋清语的对手 几下就被宋清语制服 用橡皮绳捆了起来 江可威急的大喊 宋清语 你要干什么 你还当我是朋友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朋友 宋清语呵呵一笑 朋友不就是拿来用的吗 现在我有麻烦了 用到你的手道了 你就 替我嫁给那个糟老头子吧 宋清语阴险笑道 江可威目录绝望 眼中水雾涌出 不 不要 不过你放心 我会通知陈诺了 至于她会不会来 那我就不确定了 装了这么多年 我也累了 江可威 你真以为我把你当朋友吗 你只不过是我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我从来都不是真心对你好 你也不想想 就连你的亲生父母 都没有真正关心你过 他们把你生下来 也是为了让你嫁人 我和你非亲非故的 凭什么对你掏心掏肺 不过啊 倒是有一个人真心对你好 可惜他已经对你失望彻底 再也不会回来了 宋清语眼神偏直 不怀好意的大笑起来 这能怪得了谁呢 是你活该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是公主吗 不管什么时候 身边都有骑士保护 那我就看看 这次还有没有人来救你 江可威呆愣住了 完全没想到 宋清语会露出这样 让他陌生的一面 所以 他是真的被骗了 是吗 宋清语有句话是对的 真心对他好的人只有陈诺 承受不住如此好友背叛的打击 江可威试了魂魄似的 等他想起要反抗 自己已经被捆得严严实实了 嘴巴也被堵住 宋清语把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江可威 推上了花轿 他也信守承诺 把这件事告诉了陈诺 陈诺收到消息的时候 正在准备登上回江城的飞机 把这件事告诉苏盼越后 他漫不经心的说了句 回去吧 明天开学了 苏盼越有些意外 洛哥哥 你真的不管吗 陈诺闽唇不语 梁九才道 我已经安排好了 江可威不会有事 放心吧 我听说在西北山区 拐卖妇女盛行 官方都管不了的 因为那里村民异常团结 只要是被拐进去的女人 根本没机会跑出来的 知道苏盼越是担心自己 陈诺笑道 但他们总不敢得罪 爱青海旅游团的人吧 爱青海旅游业的负责人 是周天小弟 我让他去接江可威了 爱青海旅游业 几乎养活了整个西北山区里 这些村民就指着旅游 忘记赚点钱 补贴家用 自然不敢和爱青海旅游业的 管理人员闹掰 苏盼越微微诧异 爱青海旅游团的高官 竟然是周天的人 嗯 陈诺点头 周天的酒水生意做得不错 做酒水缺不了人脉和资源 现在的周天 早已经不是 从前那个街头混子了 两人有说有笑的踏上飞机 仿佛江可威的事 对他们来说 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插曲 而另一边 江可威被人抬到了一个 满是灰尘的山洞里 在这里胆战心惊的等到天黑 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人 从门口爬了进来 江可威惊恐的瞪大了眼睛 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猫咪 别 别过来 小楠楠 你好漂亮啊 瞎眼老人面露赤色 他患有间接性精神病 不犯病时 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向江可威伸出了手 别怕 快过来 过来啊 江可威吓得背脊一僵 竟然直接被 吓得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江可威悠悠转醒 大脑昏昏沉沉的 起初他还没搞清状况 直到突然想起自己在哪 吓得大声尖叫起来 救命啊 别叫了 一道无奈的声音响起 江可威这才注意到 就在自己不远处 坐着一个青年 正背对着他 青年转过身 嘴里掉了根烟 吐出几个烟圈后才到 那老头被我打了一顿 早就跑了 你没事了 明早我会送你回江城 是你救了我 江可威声若闻啊 不全是 没听懂这三个字的意思 江可威细细打亮起眼前的青年 他长得也算清俊 手腕上带着一块鼎声鸣表 在月光下散发着意义的光芒 大多数女孩子 都会为拯救自己的人而倾心 所以才会有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的典故 想起白天宋清宇说的话 江可威赌气般的对青年道 既然今晚我们之间发生了这种事 那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了 江可威的语气中 除了赌气之外 还有几分高高在上的施舍感 在他看来 他的主动示爱 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施舍 毕竟这么多年来 只有别人追求他 他还没主动追求过别人呢 也正因为没有主动追求过别人 他说的话十分别扭和生意 可谁知 青年却被江可威这话呛的不停咳嗽 脸都可红了 喂喂 小姑娘 你可别乱说 今晚咱俩之间可什么都没发生 联想到这句话 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 青年出了一身冷汗 又说道 算我求你了 回去后可千万别乱说了 否则我会死无葬身之地 江可威不解 我只是让你做我男朋友 又没让你去死 这和让我去死 有什么区别 谁不知道 陈洛追求了这女孩 整整九年 虽然现在两人没啥关系了 但九年的感情 又岂是说磨灭就能磨灭的 陈洛可是他老大的老大 一句话就能弄死他 就算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去泡他老大的 老大的前女友啊 你 你不喜欢我吗 像一个陌生男人示好 却被对方回绝了 江可威从未经历过这种事 大脑一时有些运转不过来 不喜欢 我用双手双脚发誓 不喜欢 江可威眼睛红了 沉默许久才到 那你帮我一个忙总诚吧 只要你好好说话 帮你十个忙都行 说吧 什么忙 江可威没说要帮什么忙 而是问他 你很有钱 对吗 对 那 和一个省城的首富比呢 一个小小省城的首富 能有多少资产 青年不屑道 你这么有钱 江可威被青年的态度惊到了 你到底让我帮你什么忙 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你只要跟着我就可以了 可能自己也觉得这个条件有些过分 江可威补充道 只要你答应我 我也会回报你的 江可威所说的回报 其实就是只拉拉小手 一起吃个饭这种 因为和沉默在一起时 只要他做做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沉默就会兴奋的无以复加 江可威还以为 天底下的男的都是这样呢 他要带这个 比沉默更有背景的青年回去 哪怕只是演的 也要让沉默知道 他离开了他 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第54章 沉默是故作坚强 成 我答应你 青年略意思考 答应了 他还以为江可威说的好处 是指在沉默面前帮他说好话 给他升职加薪呢 他当然想不到 江可威压根就不知道 是沉默让他来的 江可威安然无恙的离开后 宋清宇逃婚的事 就被宋母发现了 宋家受了毒严老人500块钱 和三头羊的聘礼 结果却发生了这种事 不光聘礼要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他们还倒贴了50块钱 作为老人的精神损失费 宋母大骂宋清宇败家 把他推到屋子里 不分头脸的暴打了一顿 碰到神志不清的时候 宋清宇又想起了 自己上学时的日子 那个时候 他没有生病 没有被逼着嫁人 不必为吃穿用毒而操心 每日只需按部就班的上学 每个月都会有一大笔资助款 打在他的卡上 和现在相比 那时的他是活在天堂中 可他偏偏不肯满足 非要去争抢不属于他的东西 他把自己看得太高 忘了是谁救他出大山 带他来到繁华的都市 过上正常人该过的生活 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打累了 宋母停下手 喘着粗气道 从明天开始 你就跟你爸一起去推车 我们家可养不起闲人 推车 宋清宇无声的流着眼泪 在以前 他连上下学都有号车接送 可现在 竟然要去推车吗 宋母懒得管女儿什么心情 骂骂咧咧的往外走 另一边 开学后 清和高中的学生们 又恢复了和往常一样的平淡生活 不过 大家在课后聊天时 却多了一样谈资 那就是 情绪和宋清宇的双双退学 说起来也让人觉得好笑 这曾经是情侣的两个人 竟然都是假扮的富二代 第四节下课 女生们坐在一起讨论 话题都是围绕着宋清宇和情绪 姜可威一言不发的起身 有人问 威威 你要去哪 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 这话一出 女生们激动的蹦了起来 什么 你有男朋友了 你男朋友是谁啊 哪般的 姜可威威威一笑 矜持道 是校外的 几个女生一听 更好奇了 纷纷过来拉住姜可威 威威 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 一定是个大帅哥吧 威威的男朋友 一定很帅 姜可威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有意无意的撇向 靠着墙边坐着的陈洛 他想从陈洛脸上 看出一些情绪 想知道 他在得知自己 有了男朋友之后 会是什么表情 这还是他第一次公开承认 自己有男朋友了呢 哪怕是和许义 他都没有口头上承认过 可惜 陈洛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没有他想象中的失落 更没有吃醋 或者愤怒的情绪 就好像他找不着男朋友 男朋友是谁 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陈洛实在太冷静了 冷静到让姜可威觉得 他就是装的 毕竟哪怕是普通同学 都会对他的男朋友 是谁感到好奇 陈洛可是和他在一起 整整九年 听到这个消息后 怎么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姜可威轻轻哼了一声 他倒要看看 陈洛的故作坚强 能装多久 可以啊 我让他放学来接我 啊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威威 正好我有些书要办 但是太重了 我办不动 可以请你男朋友帮帮我吗 完事之后 我请你们吃饭 学伟周杰走到姜可威身边道 好啊 姜可威答应了 谢谢你 威威 你太好了 姜可威又看了陈洛一眼 发现对方 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样子 放学 周杰抱着一堆书 站在教学楼下 另外几个女生 站在不远处的操场边上 都在等着 见见姜可威的这位男朋友 收到姜可威的消息后 韩子航立马就动了身 但他心里 已经有了些许的不耐烦 说是要他帮个忙 却一直不说到底是什么忙 要不是 看在陈洛的面子上 他才懒得 陪这个小女生玩 酒吧里那么多 比他还正典的小女儿等着呢 韩子航到了的时候 包括周杰在内的所有女生 都兴奋起来 哇 威威的男朋友好帅哦 他手臂上的图案 是纹身吗 我还只在电视里见过呢 他看起来好像黑帮老大哦 没想到 威威竟然有这样的男朋友 韩子航梳着寸头 穿着白色背心 剑术的手臂上纹着纹身 和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相比 他身上带着他们没有的野性 见韩子航真来了 姜可威输了口气 同时心里 升起一股得意感 他不着痕迹地回头看了他 正如他预料的那般 陈洛就站在那里 目光深沉地看着他 果然还是来了吗 姜可威露出甜美笑容 上前主动挽住了韩子航的手臂 你来了 韩子航被姜可威这举动 吓得一机灵 有话好说 别动手 姜可威靠近他 小声道 你不是答应我了 要帮我做一件吗 那你倒是说 要我帮你什么呀 我要你假扮我男朋友 什么 韩子航头都要炸了 自己也彻底明白过来 为什么陈洛和姜可威分手 姜可威去来找他假扮他的男朋友 就是因为姜可威 想借他来刺激陈洛呀 不管这两人能不能和好 倒霉的可都是他 就算陈洛不和他一般见识 周天也不会放过他 自从选择跟随周天后 他可没少听他 这个老大提起陈洛 也不止一次告诉过他们 陈洛不能惹 据说 曾经有个不长眼的人 调戏了陈洛的女朋友 结果第二天就死了 警察来了 都没把陈洛怎么样 他还没活够 可不想死啊 见韩子航不说话 姜可威还以为他是默认了 立即对不远处的周杰招了招手 周杰跑过来 和韩子航打了个招呼 我是薇薇的好朋友 能不能请你帮我颁一下书啊 颁完书 我会请你们吃饭 作为感谢的 第55章 又帅又有钱的 哪能看上他 班淑好说 但我必须要郑重的声明一下 怕站在远处的其他女生听不见 韩子航故意清了清嗓子 我和你同学 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是他男朋友 他也不是我女朋友 懂吗 啊 周杰看看姜可威 又看看韩子航 彻底猛了 你真不是微微男朋友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 朋友 姜可威可是陈洛的前女友 韩子航巴不得和他划清界限 绝对不是 朋友 也算不上 就是碰巧遇到了而已 我这个人比较热心肠 别人找我帮忙 我都不会拒绝 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啊 姜可威脸色骤变 瞬间觉得无地自容起来 同学们投射过来的目光 让他脸上火辣辣的 只恨不能挖个地洞 把自己藏起来 他没想到 韩子航会这么不给他面子 竟然当众否定了两人的关系 原来这个小哥哥 不是你男朋友啊 那你为什么骗我们说 他是你男朋友 周杰问姜可威 姜可威倍感羞丧 根本解释不出一个字来 他原本以为 韩子航会很开心的答应他的 没想到你是个大骗子 这些书我还是自己搬吧 真是的 周杰愤愤道 周围看热闹的女生 也窃窃私语起来 姜可威也太自恋了吧 他该不会以为 只要是个男的 就喜欢他吧 就是 比他漂亮的女孩子多得去了 他真以为他是苏打几 人家都说了 和他根本都不熟 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 他是怎么好意思 说出那些话的 你们没看姜可威 中午时那副炫耀的样子 说什么 他男朋友多么多么有钱 长得多么多么帅 可又帅又有钱的 哪能看上他 姜可威用力咬着唇瓣 感觉自己浑身上下 都要燃烧起来一般 那些话就像一把把刀子 狠狠刺入了他的心脏 有一瞬间 姜可威甚至都觉得 自己没有脸 在面对这些人了 说清楚后 韩子航也松了口气 恰在这时 韩子航忽然嗅到了 一股清新的香气 转头一看 一抹倩影 恰好从他身边走过 韩子航顿时眼前一亮 女孩砸着高马尾 身材窈窕 即使穿着宽大的校服 都遮不住 这些年 他什么类型的女孩都交往 距离和上一任女友分手 也才过了短短一周 分手的原因是 他觉得腻了 总觉得那些美女美则美矣 却缺少了点心意 看到苏盼月的第一眼 韩子航就知道 这是个人间有物 而苏盼月的出现 也给姜可威 带来了另一重沉重的打击 他看向陈洛 果然看到陈洛 眸光温柔的注视着苏盼月 原来陈洛站在这里 不是看他 而是在等苏盼月啊 他又一次自作多情了吗 同学 等一下 韩子航拦住苏盼月 看向陈洛的视线 被一个陌生男性挡住 苏盼月收敛了自己 情义绵绵的目光 素白的小脸 挂上巨人鱼千里之外的 冷淡深情 韩子航倍感兴起 没想到 这长相绝美的女孩 竟然有两副面孔 上一秒可以笑容可居 如同暖风拂面 现在就变得这么冰冷 不过这两副样子都很美呢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韩子航笑容轻挑 顶多就是和你睡一晚 和周天混了那么久 韩子航当然不会是什么好人 对他来说 女人就是拿来玩的 他不会因为苏盼月长得好看 就对他特别 顶多就是想和他上床的心情 更迫切一些而已 苏盼月翘脸冰寒 冷冷吐出了一个字 滚 此时的苏盼月神情冰冷 眼神淡漠 就像一个女王 这副模样 更是勾起了韩子航的兴趣 他直接上手拉住苏盼月 别客气 咱们现在就去玩点好玩呢 苏盼月抬手躲开 啪 得一声 狠狠打了韩子航一个耳光 雪白的脸蛋 覆盖上一丝愤怒神情 看热闹的人都被吓了一大跳 虽然他们不知道韩子航的身份 但闻着花壁的校外人员 乃会是好惹的 谁都没想到 苏盼月胆子这么大 竟然敢打韩子航的耳光 喂喂 你男朋友 不对 这个人是不是很不好惹啊 江可威点头 嗯 他比陈洛家还要有钱有势 啊 这么厉害啊 那苏盼月岂不是惨啊 周杰瞄了一眼不远处的陈洛 也不知道陈洛会不会管 他不会怂了吧 这个耳光也彻底激怒了韩子航 在他看来 苏盼月长得再美也不过是个女人 一个无聊时拿来消遣的玩物 凭什么这么傲慢 他也不多说废话了 打算直接用墙把人扛走 完事了 再带着人去苏盼月家里 恐吓一番后 再给点钱 让他们闭嘴 你真是 伸出的手臂被截住 韩子航皱眉 谁多管闲事 陈洛不动声色的挡在了苏盼月面前 眼神冷得像是能刀人 你谁啊你 陈洛不知道周天给他安排的人长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韩子航是谁 还以为又是一个不长眼的 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重生之后 陈洛的力气也大了许多 韩子航直接被踹飞 倒在地上哀忧半天都起不来 女生们全部亮起了星星眼 陈洛好帅 不愧是陈洛 连校外人都敢打 江可威看向陈洛 有些出神 他背对着黄昏晚霞 挺拔的身形 背负上一层暖色 就像站在光里 让人感觉渴望而不可及 可是明明从前 他也是伴他左右的人啊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走得这么远 远的让他感觉 伸手都触碰不到 韩子航咬牙切齿地 从地上站了起来 身为周天身边的打手 他也很能打 高手过招一招 就能奋出胜负 刚刚陈洛这几很辣无比的侧踢 已经让他认识到两人的差距 他不是这人的对手 没想到一个高中生 竟然有这种身手 看来他遇到硬查了呀 这口气 怎么能轻易咽下 他一定要这小子 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五十六章 向陈洛证明 他比苏叛岳更好 有种你就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韩子航撂下一句狠话 陈洛毫不在意 笑着对苏叛岳道 听说校门口 新开了一家面馆 我们去尝尝 好啊 苏叛岳又回到了从前 那副小鸟一人的可人模样 和陈洛一起 旁若无人的出了笑门 周杰还有些惊魂未定 他不会是去找人了吧 应该是吧 江可威漫不经心道 韩子航要找人教训陈洛 和他有什么关系 要怪就怪陈洛自己 谁让他非要帮苏叛岳 强出头的 要是陈洛还是从前的陈洛 他不介意在韩子航面前 帮他说说好话 可陈洛都这么对他了 他才不要上改着去讨好陈洛 江可威是觉得 虽然韩子航当众否认了和他的关系 但他毕竟在危险时候 出手救了他 说明对他还是有那么一点好感的 回国的路上也一直很听他的话 又是帮他买饭 又是帮他拎包 之所以拒绝假扮他的男朋友 大概是因为他是个有原则的人吧 所以江可威相信 只要他帮陈洛说话 韩子航一定会卖他一个面子 想了又想 江可威还是偷偷跟了上去 他是想看到陈洛被教训 但也不希望他被打残什么的 只要陈洛愿意向他低头 他可以和他回到从前的相处模式 江可威一直幻想着 陈洛向他低头 即使他很清楚在这段感情的 他才是做错了的那个人 但天生的傲慢 让他放不下身段 向陈洛认错 眼前不就是一个很好的 让陈洛向他认错的机会吗 等陈洛被韩子航打得掩掩 一吸了他再站出来 让韩子航放过陈洛 陈洛就会明白 他比苏盼越更好 苏盼越不能帮他 他能 这么想着 江可威冷静了许多 一路跟着陈洛来到了那家面馆 找了个不起眼的座位 恰好在陈洛的左下角 既能看到陈洛的一举一动 又不容易被他发现 另一边 韩子航呲牙咧嘴的找到了周天 老大 我被人打了 你可得帮我出口恶气啊 韩子航是周天的左膀右臂 对这个手下周天一直很重视 被人打了 被谁打了 是一个高中生 韩子航捂着肚子 断断续续的回忆 我今天送陈老大的前女友 回清和高中 恰好碰到了一个 就长得很正的小妞 我就想约他出去玩一玩 没想到被他男朋友听见了 二话不说就给了我一脚 那小子力气真他妈大 踹得我现在还疼呢 周天表情复杂 人家都有男朋友了 你还约人家出去玩 就是玩一玩而已吗 我找到漂亮妞了 也会分给兄弟们玩 老大你说 我找到哪个女朋友 没给兄弟们分享过 那小子也腿小气了 短暂的沉默过后 周天开口道 不管怎么样 我的人不能让别人欺负了 不然传出去 我还怎么混 喊几个能打的兄弟 我跟你一起 会会这小子 双拳难敌四手 那小子再能打 也打不过我们人多是重啊 韩子航觉得自己一定尾赢 走之前 他也听到了陈洛说 要去面馆的话 一群人拿着钢管 浩浩荡荡地冲到了面馆 韩子航冲在前头 一身煞气 门店前的行人 见了纷纷退让 周天在江城行事不算低调 不少人已经认出了他 那个不是周天吗 他怎么来了 还带了这么多人 肯定是有人不小心得罪周天了 看周天这架势 今天这个人 怕是要遭殃了 来这面馆吃面的都是学生 哪个高中生胆子这么大 连周天都赶得罪 走到面馆门前 韩子航挥动钢管 两下就把面馆玻璃砸了得粉碎 一群人踏着一地的玻璃渣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气焰十分嚣张 面馆里的客人 吓得连连惨叫 有的胆小的 甚至抱着头 钻到了桌子底下 老板也吓得面无血色 连连求饶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啊 千万别动手 眨眼的功夫 店内一片狼藉 人人面露惊慌 大门被堵着 他们又不敢往外跑 更不敢拿起手机求救 万一被误认为是报警 他们就惨了 满店的人中 只有两个人神态自若的 坐在桌子上吃着面 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般 韩子航一眼就注意到了陈洛 仗着自己人多 拿着钢管 气势汹汹地冲了上去 对着陈洛的后背 就是一击 啊别 周天面露惊恐 想要阻止 但已经晚了 泛着寒光的钢管 朝陈洛砸下 这一下 韩子航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万一被砸中 非死极惨 短短几秒的功夫 周天已经出了一头的冷汗 也正是在这几秒的短暂时间内 陈洛用旁人看不清的速度 迅速拿起了插筒里的一根筷子 准确地射向韩子航的手腕 手腕被击中 韩子航惨叫一声 灰溜溜地回到了周天身边 老大 这小子还挺厉害 竟然会玩飞镖 让兄弟们一起上吧 我上你妈 周天都要气疯了 韩子航活够了 他还没活够呢 陆气上头 他也一脚踢了过去 你是不知道这人是谁 啊 你自己活腻歪了 别拖老子下水 这一脚又踹在了韩子航的腹部 可怜他就伤未愈 又添心伤 趴在地上无论如何都气不来 谁 老大 他到底是谁啊 心有余悸地看向陈洛 确定对方没事后 他才大松了口气 其实周天也没想到 陈洛身手这么好 据他所知 时间内迅速瘦下来 一定会亏气亏血 不比常人虚弱就是好事了 怎么还会这么能打 也幸亏陈洛能打 否则他就要被韩子航 这小子害惨了 刚开始做酒水生意的时候 周天还有些犹豫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 在这行闯出名堂来 直到酒水价格击涨 他才知道自己的目光 有多短浅 也知道陈洛有多深不可测 陈洛随便一句话 就能改变他的命运 让他从地痞流氓 成为商业大佬 同样呢 也能一句话 就把他从云端拉下来 第57章 救他的人是陈洛 老大 他到底是谁啊 韩子航爬到周天身边 胆战心惊地问 周天没理他 而是走过去 弯腰询问陈洛 陈洛少爷 你没事吧 陈洛帮苏盼成了碗面 若无其事地问他 好吃吗 少女眉眼弯弯 笑容清甜 好吃 越是这样 周天心里越是没底 回头给韩子航使了个眼色 韩子航此时 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他哪里想到自己会这么倒霉 随便找了个女的 就是他老大的女朋友 韩子航战战兢兢地上前 陈少爷 我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 陈洛牵起苏盼越的手 苏盼越也回握住他 两人一起走出面馆 只留下一地的狼藉 和心怀忐忑的众人 老大 韩子航六声无嘱地问周天 对此 周天表示 你完了 你还记得我之前 跟你说的那个周文武吗 记得 周文武调戏的那个女的 不会就是 韩子航都要哭了 就是他 周天拍了拍韩子航的肩膀 给了他一个保重的眼神 韩子航彻底妈了 他还以为周文武调戏的人 是江可威呢 没想到 闹了一个这么大的乌龙 所以现在他该怎么补救 愣着干什么 快点帮人收拾一下 没听见陈少爷说 这家面馆的面好吃 马上马上 马上收拾 看到陈洛就这么走了 留下的一群小弟 还态度大变 不仅围观的人感到震惊 江可威同样觉得不可思议 他认识的陈洛的时候 陈洛就是个大胖子 每次体育考试 都是倒数第一 他什么时候 伸手那么厉害了 竟然轻松就可以挡住 韩子航的全力一击 韩子航 江可威叫住 正给面馆装拨里的韩子航 韩子航没搭理他 现在他看到江可威就来气 如果不是遇到江可威 他哪会这么倒霉 叫我干嘛 你们为什么这么怕陈洛啊 陈少爷是我老大 我当然怕他了 什么 江可威更加不可思议 你不是说 一个省城的首富 在你眼里不算什么吗 那你为什么还认陈洛做老大 韩子航用看智障的眼神 看了江可威几眼 你以为陈家只是省城首富 不然呢 到现在 韩子航也看出来了 陈洛对江可威 压根都没有多少在意 最起码是远远比不上 刚才和他一起吃饭的那个女孩的 不然怎么会连自己的底细都瞒着他 想到这一层 韩子航对江可威的态度 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陈家当然不会只是一个江城首富 韩子航上下打量江可威几眼 你和陈少爷闹矛盾了是吧 算是吧 那我劝你 还是快点想办法和陈少重修就好吧 不然再晚一点 你的位子可要被别人占了 韩子航爷于道 有权有势的人身边怎么会却漂亮女人 但这句话却惹怒了江可威 他怎么可能向陈洛低头 要你多管闲事 行行行 我不多管闲事 那你以后有事也别找我 尤其是假扮你男朋友这种愚蠢至极的事情 小姑娘 听我一句劝吧 感情的事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既然陈少心里还有你 你也就别计较太多回到他身边吧 你怎么知道陈洛心里还有我 如果陈少心里没你 他怎么会让我去救你 既然他找我了 就说明他还是在意你的 什么 这已经不知是江可威第几次感到惊恶了 是陈洛让你来救我的 不然呢 江可威大脑一片空白 整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尤其是想到 他不久前还想过要对韩子航这个救命恩人 以身相许 就更觉得无地自容 原来韩子航只是陈洛的小弟 原来真正救他的人是陈洛 他竟然还想利用韩子航打击陈洛 想到自己的种种愚蠢行为 江可威不禁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不过 韩子航的话也让他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 陈洛果然还是在意他的 可陈洛又一直不理他 还总和苏叛月走得那么近 不过陈洛似乎也没向苏叛月表白过 还知道陈洛喜欢他的时候 可是买了9999朵玫瑰花 和一顶相满了钻石的皇冠 当着全校所有人的面向他表白呢 可是苏叛月什么都没有 这说明陈洛根本就不在意苏叛月 可是陈洛又为什么对苏叛月那么体贴呢 难道这一切都是故意演给他看的 陈洛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服软 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江可威在心里冷冷哼了一声 他绝对不能让陈洛如愿 不然以后他和陈洛吵架 陈洛就不会来哄他了 虽然已经和宋清宇闹掰了 但宋清宇的那些恋爱格言 还是深深的影响着江可威 他坚信即使是他错了 他也不能认错 他就要等着陈洛来哄他 他不相信陈洛能一直忍下去 如果陈洛知道江可威会这么想 那么一定会后悔自己救了他 陈洛是觉得拐卖女孩原本就是一种恶习 他不能因为和江可威有过节 就让这种恶习延续下去 退一步讲 如果他真的见死不救 眼看着江可威被那老人糟蹋 那等江可威被解救出来后 他一定会受到大众的谴责 其他人可不知道 他和江可威有那么深的过节 第二日陈洛照常来上学 原本这只是普通的一天 夏晴却突然公布了一个消息 很遗憾地告诉同学们一个消息 我不能再陪伴大家 完成后面两年的学业了 夏晴的语气有些不舍 调去高三的学校的决定 他无法阻挠 再怎么说 也是一起生活了近一年的学生 怎么会一点感情都没有 可夏晴看了眼教室里的同学 却发现有人在偷吃零食 有人在偷偷传纸条 有人在抄作业 就是没人听他讲话 第58章 陈洛要跳极 夏晴只觉得一盆冷水都头浇下 从头到脚凉了个头 竟然没有人在意他的去留吗 直到看到陈洛 他才感到了一丝安慰 整个班级里 只有陈洛一个人 在认真听他讲话 夏晴挤出一丝心酸不舍的笑容 陈洛 我马上就不是你的班主任了 等新班主任过来 你可一定要按时交作业 因为输了两人之间的赌约 夏晴一直信守陈洛 从来没有让陈洛交过作业 陈洛也一样遵守着他的陈洛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离开高一 就让他不舍的就是陈洛 因为夏晴隐隐隐有预感 陈洛一定会在高考中 取得惊人的成绩 他真的很想一直陪着陈洛 想见证奇迹的诞生 可惜没有机会了 老师 愿赌服输啊 你可是答应我了 三年的作业都不用写 陈洛似笑非笑道 没想到陈洛会拿这个赌约为难自己 夏晴称怪道 我可做不了新班主任的主啊 你不想写作业 去和新班主任说吧 不过 新班主任可不一定有我这么善解人意 都要离开了 夏晴不再维持自己的严肃班主任形象 而是释放了天性 笑容可居 让人感到亲和力十足 除了陈洛之外 所有人都没想到 夏晴还有这样一面 这样看来 他们的班主任 还挺可爱的 那怎么办呢 说好了三年 现在还一学期不到 我可是亏大了 陈洛故作遗憾 还能怎么办 除非你跟我去高三 还做我的学生 倒是别说不写作业了 你就是不来上学也可以 夏晴夸下海口 一方面是觉得 陈洛不可能跟着他上高三 另一方面 夏晴也知道 以陈洛的自学能力 即使没有老师的带领 也一样能学得很好 对于这种天赋异禀的学生 就不能按照课版的教条来培养 否则反而会起反作用 可却没想到 陈洛果断答应了 好 一言为定 陈洛 别开玩笑了 你高一才读了半年 基础知识还没掌握牢靠呢 而现在高三已经开始三轮复习 马上就要高考了 据说高三有一个火箭班 里面的学生都很优秀 校长在这些学生身上寄予厚望 所以才不惜 把他从高一调到高三 就是为了帮这群学生再冲刺一下 我没开玩笑啊 我认真的 陈洛算了算时间 按部就班的读下去 还要两年才能高考 校长可是答应过他 只要能为清禾高中 考来一个全国状元 他就支持他向苏叛月表白 一想到他曾经用 9999朵玫瑰和一顶皇冠 向江可威告白 陈洛就觉得心里堵得慌 苏叛月配得上 比江可威更好的一切 他给江可威的 苏叛月也一定要有 而且要更好 除了玫瑰和钻石 他还要全校师生的共同见证 这算是对苏叛月 前世跳河自尽的弥补 也算是他彻底斩断 和江可威的感情的证明 看到陈洛眼神中的坚定 又想到 陈洛曾经在高三奥赛中 取得第一的骄傲战绩 夏晴斟酌片刻后 选择让步 事关你的前途和未来 我不能草率 让你连跳两级 不过 你可以做一套三摩题 如果你的分数在600分以上 我就答应让你跳级 夏晴话音一落 教室里一片哗然 600分 这怎么可能啊 我表哥就是高三的 听他说 这次三摩题可难了嘛 就连重点班 都没有几个人考过了600分 那陈洛更不可能考到600分了 夏老师这不是为难人吗 是陈洛自己说的 他要跳级啊 既然考不到 就老老实实待在高一算了 他真以为自己是神仙 高一没读完 就想参加高考 因为之前的赔偿事件 三班很多人都对陈洛有意见 借着这个机会 拼命给陈洛泼冷水 陈洛 还有两个月就高考了 你不会真以为 你突击两个月 就能考上大学吧 虽然你数学好 但是语文和英语 都是需要长期积累的 我们高一学的语文 和高三的根本就不一样 你别到时候考个不及格回来 也有人看热闹 不嫌事大 你们干什么呀 陈洛他想去 就让他去呗 人家可是学霸 学霸 懂吗 啊对对 陈洛快点去吧 创造的奇迹 给大家看看 我们相信你 你赶紧去吧 面对众人的冷嘲热讽 陈洛面死如常 老师 我可以做三摩题 证明我的基础过关 可以直接跳到高三 参加高考 好吧 你跟我来 其他人自习 夏晴放下了 自己这节课要讲的课本 宣布让其他人的自习 然后把陈洛 带到教师办公室 教师办公室 许多老师就在 看到夏晴 带着陈洛过来 纷纷夸赞 这就是一年级的 第一名陈洛 不仅学习好 长得也很帅气嘛 这孩子以后 一定会大有作为 夏晴 你可真教了一个好学生啊 只有周舒华没有吭声 他一向看不惯夏晴 原本夏晴在高一部 和他的交集还能少一点 这回跳到高一 可就要和他争夺 特级教师的名额了 原本有情绪在 他获得特级教师资格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没想到晴退学了 他的营面一下子小了很多 高三部有两个火箭班 失去了情绪 他带的二班 现在全校前十只有六名 并且没有全校第一 另一个火箭班是一班 也是夏晴即将带的班 虽然一班前十只有四名 但和二班的差距 已经不大了 这让他感到了 很大的危机感 夏晴 你不是要来高三教学了吗 为什么还带着高一的学生 怎么 你是既不想失去晋升机会 又不想失去 有望冲击壮运的学生 周舒华阴阳怪气的说道 这话说的尖酸无比 夏晴也早已习惯了 文言只是淡淡一笑 周老师说的对 我确实不想失去一个 有望冲击壮运的学生 这步才把他带来 让他做下三摩考题 看看能不能直接 急 做三摩题 夏晴 你是在开玩笑吗 周舒华尖着嗓子嘲讽 今年的三摩题 难度比往年都要高 全校只有两个学生 考到了600分 你觉得一个高一 都只读半年的学生 能考到多少分 陈诺 我知道你学习好 但学习需要踏踏实实 不能太好高务运 否则你迟早会后悔的 夏晴已经从抽屉里 拿出了一套三摩题 陈诺既然都能在高三奥赛中 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我觉得 可以让他试着做做高考题 毕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别人做不到 不代表陈诺做不到 虽然夏晴心里也没底 但还是给了陈诺绝对的信任 既然陈诺想要尝试 他能做的 也只有信任 周舒华却不懈地翻了个白眼 竞赛题和高考题是两种模式 陈诺竞赛很厉害 那肯定的 因为他家人从小 把他往这方面培养吗 语文 英语 生物 高中三年 这些科目中 需要背诵的知识点非常庞大 想要在短时间内掌握 除非他是个天才 老师 如果这套题 我不能达出700分以上的分数 那我就继续留在高一 陈诺接过卷子 冷静地对夏晴说道 这句话 也是对周舒华无形中的挑衅 周舒华像是听了什么大笑话似的 直接笑出了声 扭头看向教室里的其他老师 讥讽道 700分 我没听错吧 他要考700分 其他老师也纷纷摇头 感慨陈诺到底是年轻气盛 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 当然也有老师抱着怀疑态度 万一陈诺 陈诺就是那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呢 几个好事的老师 已经忍不住想要求证了 陈诺 快点开始吧 你就在教室里答 我们在一旁都不出声 不会打扰你的 这样也能保证公平 确保你没有作弊 时间和高考模式一样 你答题累了可以休息 但必须要答完一个科目 单科考试中途不能中断 陈诺 你准备好了 夏晴询问道 陈诺点头 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很快 一场在高三所有老师见证下的考试开始 答题刚开始 陈诺的表现就让所有老师都吃了一大惊 他的答题速度非常快 几乎是刚阅读完题干 就能迅速写出答案 毕竟不是正规考试 陈诺的答题顺序很随意 他最先选择的是数学 选择填空还好说 可到后面的答题 陈诺也是比走如飞 毫不停顿 题目已经答了一大半 旁边的演算值还是一片空白 遇到复杂一点的题目 陈诺也只是用圆珠笔 随意的在卷面上勾画两笔 大量复杂的运算竟全部用心算 只是因为没有答完题 老师们也不知道 陈诺心算出来的准确率如何 如果真的能保证很高的正确率 那陈诺绝对是个天才 更令人震惊的是 一整套数学卷子 陈诺竟然只用了30分钟就做完了 这已经超出人类极限的速度 让在场的老师们目瞪口呆 正因为陈诺的速度太不可思议了 在场的老师不禁开始怀疑 陈诺根本就是在胡乱写 周书华更是忙着给陈诺泼冷水 这套题计算量很大 按照正常速度 半个小时绝对答不完 一看就是乱写的 行了行了 别答了 没那么多时间在这陪你一起浪费 周书华一脸的不耐烦 觉得陈诺就是浪费所有老师的时间 甚至还想上前抽走陈诺的试卷 被下情抢先一步挡住 周老师为人师表 就该言而有信 我们已经答应陈诺了 就要等他把所有题目答完 方可也提醒周书华 周老师 小声点 别打扰陈诺答题 周书华不情不愿地回到座位 阴阳怪气道 好 我不说话了 免得一会儿考不到700分 却来埋怨我 陈诺自然也是 懒得搭理周书华 把最后一道大题答完后 就收了笔 转头开始打起物理试卷 我先来看看 一个负责教高三数学的老师 轻手轻脚 拿起了陈诺的试卷 另外几个数学老师 也凑过来看 周书华依然是不懈的态度 半个小时就答完了卷子 准确度能高到哪里去 随着几位老师的脸色变化 周书华的心有些没底 怕打扰陈诺答题 夏琴小声询问 赵老师 陈诺答得怎么样 全 全对 反复确认后 赵老师艰难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巨大的激动下 他拿着试卷的手 都在微微颤抖 半个小时内 达出满分试卷 陈诺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老师们也纷纷小声赞叹 真厉害啊 这是天才 绝对的天才 全对 夏琴险些没控制住自己的音量 是的 基本全对 而且后面的几道大题 还用了全新的思路 这个思路我看了 比标准答案更好 夏琴四无意 其实有意地看了眼周书华 周书华强忍着心里的震惊 故作平静到 陈诺数学不是一直很好吗 有什么好惊讶的 不过光数学一门课成绩好可没用 高考看的是总成绩 的确 老师们都知道陈诺数学很好 短暂的惊讶过后就平静了下来 只是 等陈诺答完物理卷 办公室里又躁动起来 教物理的女老师拿起陈诺试卷 从头到尾简单看了一遍 也露出一模一样的震惊深情 周书华见了 心里忽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陈诺物理也满分 这怎么可能 因为试资的原因 清禾高中的学生 物理成绩普遍很差 110满分的卷子 能考到100分都很少 至于满分 最起码在剑校以来 是从来没有过 即使那种数学能考满分的学霸 物理也考不到满分 可不管周书华如何不敢相信 事实就摆在那里 声音激动道 满分 这是我在三摩考试以来 看到的第一张满分试卷 夏晴看向依旧埋头答题的陈诺 阳光落在他的身后 在墙上留下一个粪笔集书的剪影 他的笔尖落在纸上 一笔一画写的似乎不是答案 而是和青春有关的一场传奇 陈诺怎么可以这么优秀 优秀的让他这个当老师的 都感到自残行贿 第60章 谱写神话 陈诺沉浸在作题中 答完的卷子被他放在一边 立即就由老师拿过去匹改 全对 又是全对 他居然用了两种解法 妙啊 这个思路我都没想出来 老师们的惊叹声不绝于耳 陈诺一双手几乎没有停过 在翻越最后的语文卷子时 手指突然一顿 他默默把卷子递了过去 做完了 夏晴满脸笑容的接过他的卷子 一瞟 声音都变了 你没写作文 只见最后面的作文页 一片空白 连作文题目都没有 陈诺揉揉手腕 真诚道 老师 我手都写痛了 再说 没写作文也有700分 所有学科里陈诺最讨厌语文 因为要写的字太多 叫人难受 他已经不停歇的 写了三个小时的卷子 手腕又酸又胀 实在不想碰酸臭的作文 这字大的话 让在场的人都愣了愣 作文的分数是50分 要想上700 前面的阅读题诗歌题等 就得做到全对 可这是语文 有可能吗 脸色一度挂不住的周舒华 终于又找到了些许自信 陈诺 你也太自负了 语文这种学科 怎么可能有人做到满分 你这样的学生 就算聪明又怎样 迟早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脸色扭曲的讥讽着 陈诺揉着手指 卷子还没改完 你急什么 老师 你批阅吧 其他语文老师也围了过来 望着和标准答案 几乎一样的答题卡 所有人的眼神都狂热了 他们都是教语文的 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丝滑的卷子 100分 七课加起来 不多不少正好是700分 一分不多 答得题全对 伴随着话音落下 周书华傻眼了 这怎么可能 他一把把卷子抢了过来 这根本就不可能 看着能媲美标准答案的卷子 周书华想到什么 明笑起来 好啊 我算是知道了 陈诺 你小子是不是把答案背下来了 所以写得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 下情敏媚 你能不能不要空口白牙污蔑人 我污蔑 我看你们就是和起火来糊弄人 陈诺 你是不是把三摩的卷子 偷出来了 在网上找的答案 不然 你怎么可能正确率这么高 这压根就不是人能考出来的分数 他越说越笃定 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小子 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 一个偷卷子的社会砸碎 一个垃圾 校长 你还不开除 内容越来越离谱 下情忍不住了 周老师 三摩的卷子都不准带出考场 陈诺上哪里找答案 再说了 负责卷子保密工作的人 好像就是你吧 一套能完整展现学生成绩梯度的卷子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搜集题目 制作答案 尤其是一摩二摩三摩的卷子 都是清和老师们耗费大量时间做的 越是逻辑精密的卷子 学生的成绩就越有参考度 所以 清和的卷子往往会先保密起来 等着卖给其他学校 如果保密工作泄露了 周书华机关枪一样的嘴猛地停住 陈诺会不会被开除不一定 真泄露了 他肯定被先开除 下情美目流转 也于 陈诺呀 你不会真偷 偷什么偷 周书华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像是被戳破气的青蛙 我一直看着 怎么可能让人偷了出去 其他人哈哈大笑 小周啊 陈诺数学的有些解法 连我都没想出来呢 他能上买找答案 周书华无地自容 下情笑眯眯地对陈诺道 既然你连三摩题都能做对 跳级到高三 自然没有问题 按照学校的规定 满足跳级条件的学生 是可以自己选择班级的 你想去哪班 清和高中是支持学生跳级的 多年来也出现过 能够跳级的优秀学生 不过从来没有像陈诺这种 连跳两级的 更没有再跳到高三下学期的 这个节点 可马上就要高考了 陈诺无疑谱写了一个神话 当然是去你教的班了 陈诺给了一个 下情意料之中的答案 周书华脸色难看起来 这样一来 二班和一班班 更没什么竞争力了 早知道陈诺这么厉害 他就应该多说些好听 把陈诺哄到二班 可惜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与此同时 操场上 三班的人聚在一起 他们早就听说了 在教室里发生的事 听说陈诺竟然保证 自己能考七百分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你们说 陈诺能不能考到七百分 我觉得不可能 七百分 清北都可以随便挑了 陈诺再厉害也不可能 是啊 六百分或许有可能 七百分不太现实 许一也笑道 陈诺又不是神 怎么可能想考七百就七百 在人群争执之间 办公室的门开了 下情笑得仿佛春风拂来 双眼弯成月牙 亮晶晶的 这一看 就是开心的 不能自已的模样 大家赶紧扑上去 老师 陈诺成绩怎么样 有没有上七百分 在一双双火热的目光注视下 下情却沉默了好一会 惹得众人心慌意乱 才点了点头 是的 正好七百 天哪 有人叫出声来 这怎么可能 陈诺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和喧闹的人群不同 江可威和许一二人 呆滞的站在原地 江可威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的看着陈诺 先前的轻视消失殆尽 取之而带的是满满的震惊 他居然 真的能上七百 心慌如肋骨 江可威只觉那股 不受控制的感觉加重了 望着众心捧跃的陈诺 他张张唇 内心深处不安 离开他后 陈诺展露光芒 越来越优秀 离他 也越来越远了 他是不是该主动给个台阶 兴许陈诺只是和他一样 不好意思率先低头呢 只要他给陈诺一个台阶 陈诺说不定就顺着台阶下来了 江可威扯起一个微笑 撩起耳旁碎发 陈 他主动叫住陈诺 他总该回到他身边吧 少女一双眸子 期待的看着陈诺 等待他的回应 可对方却仿佛没有听到似的 连头都没有转一下 静止从他身边走开 两人身影错开 没有一点接触 就好像有过交叉的线 在交叉后 离对方的距离越来越远 江可威正正的站在原地 他僵硬转身 铺天的挫败感袭来 陈诺真的是放弃他了吗 第61章 许义只考了300分 看着江可威失神的样子 许义热血上涌 脱口出 不就是700分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行 声音不大不小 足够让所有人听到 三班或许没有人为陈诺说话 但外班的学生就看不惯了 人群安静下来 你现在说话都不够脑子了吗 说大话可是会闪舌头的 我们知道你眼红了 但你先动动脑 保留一点理智行吗 就连江可威都觉得尴尬 扯扯他的袖子 你不要乱说话 江可威是想让他安静的 可他看见江可威的样子 只会更加的不甘心 他喜欢的女生 居然对另一个男生露出钦佩模样 他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周围不赞同的声音 更是让他逆反心大气 700而已 换我一样可以做到 文言 所有人都发出唏嘘声 许易目光炯炯 夏老师 请给我一份三摩的卷子 我也可以700分 夏琴皱眉 陷入思量 对待学生 他从来不偏不倚 许易的实力 他是有了解的 天资不错 好好学习 能上不错的985大学 但他绝不是陈诺这样的天才 你 他真拙着 老师 请你不要偏心 我有信心 夏琴气笑了 行 你想试就是 文言 其他班来看热闹的人 也越越欲试 夏琴直接道 干脆高一都做一次三摩的题 看看大家的实力 在真正的三摩面前 到底扛不扛打 如果能上700 也可以像陈诺一样去高三 有人哀嚎 有人喜 得到满意的答案 许易自信满满 可威 你相信我 江可威迟疑着点头 清和的效率一向高 卷子加急印刷好 一小时后就直接开始考试 许易之前是学过高中教材的 充满自信的走进考场 然而 他膨胀的信心 在看到具体题目的那一刻 狠狠卸掉 第一颗是语文 可是连开头的选择题 都让他犯了难 想着自己夸下的海口 许易硬着头皮选答案 考场中 已经有人开始叹气 有人做不出题 气得倒头睡觉 也有人气呼呼的用笔 霍霍纸张 人一旦焦虑 周围的各种声响都会变大 许易思绪乱飞 明明题目中的每个字都认识 可组合在一起 就是让他不认识了 佳级考试 不像寻常考试一样 有足够时间休息 一天考完六课 所有人都跟被抽掉了精气一样 最后一课考完 许易双目无神地走出考场 想到他看都看不懂的数学题 他的唇已经快被咬出血来 完了 全完了 他说出去的大话 全都完了 成绩出了 三班第一名确实是许易 但只有305分 这个分数 让大家意识到了 三魔究竟有多难 也知道 陈霍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厉害 有人哄笑 许易 你不是说700分简单的吗 怎么连700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是啊 我还以为你真的那么厉害呢 能力不够就不够吧 你为什么非得质疑别人呢 承认自己的实力 有那么难吗 人人都有目强心理 经历了这件事 即使三班的很多人 都看陈霍不顺眼 但也不得不承认 陈霍真的很强 周围的嬉笑不屑声 落在许易耳中 一声声宛如利剑 在他身上刺出窟窿来 各种目光 几乎在他身上 烧出实质性伤害 他落荒而逃 江可威考了300分 排在第二 他追过去 安慰道 这本来就是高三的题 我们没考好也是正常的 你不要灰心 正常吗 那为什么陈霍就可以700分 许易握紧拳头 指甲几乎欠金肉里 阴沉到了极致 高三 陈霍背着书包 走进了高三一班 一战成名 他的出现 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不写语文作文 还能700分 这种嚣张的学霸 在哪里 都能受到主目的优待 班长说道 主任亲自把你们的桌椅 搬过来了 你的位置暂时在后面 你们 陈霍一愣 往后排看过去 清晨光线明媚又柔和 少女撑着下巴 静静地看着窗外 穷鼻阴唇 肌肤雪白 似是注意到打亮的目光 他转过头 冲着陈霍吟吟一笑 恰如百花齐开 姿色醉人 陈霍心跳加剧 哪怕习惯盼月的美色 仍然生出一股紧张感 走了过去 盼月 你也来一班了 苏盼月俏皮的吐吐蛇 难不成你想把我一个人留在高一啊 陈霍揉揉他的头 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成绩今早出的 我才过来 想给你一个惊喜 苏盼月娇笑 他本身能力和陈霍不相上下 三摩卷子坐下来 直接满分 惹得教务处又是一番大骚动 不过陈霍注意在前 而且苏盼月用的时间也比陈霍要多 他掀起的浪花小了许多 小月 你真厉害 陈霍揉了揉苏盼月的头 苏盼月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打开 里面是一些小饼干 焦黄色泽 清淡的香气散开 勾得人味蕾大开 我昨晚顺手考的 洛哥哥 你尝尝 好 两人惬意地尝着小饼干 在后排自成了一道风景线 另一边 被许一阴沉模样 吓到的江可威走开了 他回到班上 下意识看向陈霍的座位 见座位空空荡荡 猛然意识到 对方已经去了高三 你们说陈霍 在高三待得怎么样 那肯定是如鱼得水啊 听说盼月也考了满分呢 人家一边恋爱一边满分 我不仅没对象 成绩还垫底 这都什么日子啊 周围人 竟是在讨论陈霍两人的 苏盼月也考了满分 想到自己那三百分的成绩 江可威一下 供清了许义的情绪 他嘴唇紧抿着 满脑的怒火 在他路过高三一班 看见两人浓情蜜意的时 烧到了极致 陈霍甚至拿着纸巾 给苏盼月擦嘴 贤熟的动作 深深刺痛了江可威 陈霍怎么可以对别人这么好 怎么可以还不回来 求他原谅 这么长时间的冷战 还不够吗 陈霍到底还想怎么样 不假思索的 他拿出手机 打开校园论坛 匿名发了一个帖子 大家就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陈霍 从来没向苏盼月表过白 也没有公开承认过 两人的关系 要知道 陈霍在初中时 为了向江可威表白 可是准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和一顶钻石皇冠 而苏盼月什么都没有 这个帖子 把陈霍定义成了渣男 第六十二章 不要再继续冷战了 江可威躲到厕所 手指飞快的 在手机键盘上敲打 大家不觉得 陈霍对苏盼月的态度 很敷衍吗 当初他追江可威的时候 可是各种送花 各种送早餐送礼物 可他什么事都没为苏盼月做过 这是他匿名发布的 顺便他登陆其他小号 匿名回复 我也觉得奇怪 陈霍对苏盼月 好像特别冷淡的样子 在外面看见他们两人相处 陈霍经常都是冷冰冰的 你们说陈霍 会不会是在江可威那里受挫了 所以拿苏盼月消遣 做完这一系列的事情后 江可威的手指有些发冷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竟也能做出这种事 不过 既然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 他就不再压抑自己内心深处 最真实的情感了 这种男女八卦 本来就吸引人 更何况是现在风头正盛的陈霍 和苏盼月二人 在江可威的一番引导下 评论已经上了千条 草啊 那陈霍不就是一个大渣男 明明心里有江可威 却还勾着苏盼月 昏暗的厕所 只有手机光线 照着江可威的脸庞 同平日的甜美大相径庭 看着这条不在乎苏盼月的评论 他的唇角立刻弯了弯 表情松了几分 是啊 陈霍心里的人是我 他只是在和我闹别扭 他一定会回来求我原谅的 一天下来 陈霍明显察觉他人 看自己的目光很奇怪 尤其是女生 满脸愤恨的盯着他 像是他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大事一般 他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陈霍不得其解 也不在乎 他正想刷一刷新买的题 一双素白的手 在他桌面敲了敲 陈霍 跟我来一趟 夏晴神色凝重 办公室 老师 出什么事情了 夏晴目光正重 陈霍 你是天才 只要稳住心态 今年的状元一定是你 我知道 现在网上有一些风言风语 可是轻者自轻 你一定要坚守心态 好吗 天知道他听见女生们 讨论陈霍的时候 那个心情 到底是什么人 在乱传一个高三学生的八卦 校长把手放在陈霍肩上 亮晶晶的目光 仿佛在看什么宝贝 是啊 陈同学 你是我们亲和的希望 你可千万不能被影响 陈霍一连猛 校长 老师 你们在说什么 夏晴把手机论坛给他看 陈霍浏览了一番 明白过来 合着就是有人 造谣他不爱叛约 真是笑话 他无所谓的笑了笑 与其平静 校长 老师 你们放心吧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风言风语 就被影响 他和苏盼月 虽然还没正视在一起 但两人心里 都已经认定了对方 他知道 苏盼月一直在等着他的告白 而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动作 只是想等一个最合适的时间 给苏盼月一个最难忘的告白 他给苏盼月的 一定要比姜可慰更好 校长大松一口气 陈同学 你有这个觉悟就好 你和苏同学的感情问题 我们也不会过多过问 只是 你们可千万不能影响学习状态 以陈霍的实力 今年的状元肯定是亲和的 只是稍差一点而已 天花板的灯光照在校长的秃头上 向来不苟言笑的校长 露出八颗牙齿 陈诺同学啊 好好学习啊 陈诺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他点点头 赶紧离开 回到教室 苏盼月把打满水的水杯递过去 洛哥哥 老师找你什么事啊 没什么 关于校园论坛的一点谣言而已 苏盼月点点头 我也看了 里面全都是无稽之言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 苏盼月其实也担心 陈诺会受到影响 见陈诺这样才放下了心 他指着数学大题 洛哥哥 这道题你有什么别的解法吗 我总觉得 我的解法太麻烦了 嗯 其实洛比达法则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函数 两个人围绕着函数题讲了起来 下节正好是数学课 陈诺本来十分期待 他喜欢数学这种动动脑子 就能算出答案的东西 随着讲台上的小老头讲课 陈诺听着听着 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 虽然喜欢 但是老师讲的实在是太简单了 又或者说 这些知识 他已经牢记于心 确实没有再听一遍的必要 和从前在三班的老师不同 这个老师对纪律的要求极其严格 必须要学生全神贯注听讲 陈诺只好被迫盯着黑板 一节课下来 他从刚开始的精神饱满 变得十分违眠 作为从高一跳级到高三的理科学霸 陈诺的状态一直受到其他人关注 见他腿拟不振 谣言又一次迅速开展 你知道陈诺吗 就是那个高一跃升到高三的天才 其实他就是一个大渣男 特别恶心 不仅如此 他现在到了高三 压根就跟不上进度 听说上课都听不进去呢 我今天路过的时候 他头都要低到书里去了 肯定是因为他不行 还以为多厉害呢 泽泽 看来他也没什么厉害的 是啊 消息传播飞快 高一三班 听着周围稀稀苏苏的声音 阴郁了一整天的许义 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 果然 陈诺这种废物到了高三 压根就顶不住压力 这个废物 他眉眼闪过快意 整个人状态都变好了 姜可威听着这些消息 有些心不在焉起来 陈诺现在状态很不好吗 是因为他在论坛的发言 引起的吗 这样也好 只要陈诺和苏盼月分手 承认自己之前 只是在和他赌气 为了让他吃醋 才和苏盼月在一起 就不会有人骂他渣男了 姜可威不得不承认 陈诺这段时间的离开 让他很煎熬 他不想再和陈诺冷战下去了 所以才想出这个夏季 逼陈诺一把 可威 徐一的声音 把他的思绪拉回现实 怎么了 我叫了你三次 你怎么不理我 姜可威歉意的笑了笑 有什么事情啊 徐一眉目一扬 等期末考完试 我就向你表白怎么样 表白 姜可威一愣 第六十三章 高考来临 徐一长得其实也帅 不同于陈诺见眉心目 徐一模样更软 肤色白眼睛大 加上骨架小 很像当红男团爱豆 对着这张脸 姜可威还是有那么一点喜欢的 而且 他这段时间 送了他很多礼物 从水果牌新出的手机电脑 到名牌包包 大放得不得了 可见 徐一家里条件应该很不错 如果是他要向自己表白 陈诺一定会吃醋的吧 姜可威粉颊威红 轻声恩了一声 娇俏可人 他这模样 就是默认了 徐一笑了 自信满满 等着 我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清河中学右侧门口 这边没有小吃街 路右偏 一向没学生从这里静笑 冷冷清清 陈诺今天恰巧是走这条路过来的 远远的 他看见门口停着一辆法拉利 车身线条流畅 引擎声轰鸣 看外形 正好是最近新出的型号 总价一千万左右 正想欣赏一下跑车 一道熟悉的身影 抢先吸引了他的目光 只见许一从副驾驶位下来 背着书包冲驾驶位挥了挥手 转身离开 许一 陈诺眉头一皱 他家经济条件一般 怎么有机会做这种一千万的豪车 驾驶位是一位黑发女人 车窗摇下 一张美艳的脸暴露在阳光下 女人五官浓艳 眼神犀利 正是柳如烟 柳如烟目视许一静笑 脸上挂着浅淡笑意 柔和了气质的冷卧 这是冷冰冰的柳如烟 陈诺挑了挑眉 他想起来了 这段时间 许一招摇得很 包里多了各种新款电子产品 随手几千块不在话下 还收了几个小弟 吃穿用度和以前大不相同 看这个架势 柳会长 陈诺站在车边 什么事 你这是 包养了许一 柳如烟冷漠的脸色 有了那么一丝裂痕 他匪夷所思的盯着陈诺 扮上 吃笑 关你什么事 他像是需要包养高中生的人 他年轻漂亮 什么男人找不到 需要包养毛都没长齐的高中生 笑话 他冷冷瞥了陈诺一眼 关上车窗 留给陈诺一个车屁股 这是默认了 陈诺挑挑眉 许一居然还有这本事 倒真是小看他了 他身后不远处 是怒不可遏的姜可威 今天在路上看到陈诺 他不受控制的 循着他的背影走 隔着远远的距离 在门口时 他没看见许一 只听见了陈诺问的问题 是否包养了许一 这是人能问出的问题吗 他冲了上去 望着陈诺冷冷道 陈诺 你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好 许一家里 最近便有钱了 才改变了消费方式 你凭什么在背后 恶意猜测他 姜可威 你先冷静点 陈诺后退 冷静 姜可威快气死了 这些天 他已经发现自己 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 喜欢陈诺的 他试图示好 可陈诺总是冷冰冰的面对他 再加上陈诺对许一的猜测 让他觉得 陈诺这是质疑 他的眼光 毕竟 清禾所有人都知道 他和许一关系不一般 各种繁杂的情绪交叉 他怨气极深 你明知道许一和我的关系 还这么想他 不就是 声音突然卡壳 像是被按了暂停键一般 陈诺明知道 许一和他的关系 还这么说 咚咚咚 心跳突然加快起来 江可威脸上的怒涩 一扫而空 陈诺心里果然有他 眼中的怒意退去 闲事茫然 紧接着语气也鱼 陈诺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心中暗想 陈诺 你要是喜欢我 可要抓紧了 不然 我就答应许一 而两人的不远处 苏盼月正停停地站在那里 一身笑服 身材高挑纤细 漂亮又扎眼 吸引了周围一片目光 江可威很快也注意到了苏盼月 脸上神情匿名 虽然他也漂亮 但他只能算是小家碧玉 而苏盼月却是明念动人 站在一起 他常常被比了下去 不过 想到陈诺的态度 江可威心里又顺畅起来 任凭苏盼月再好看 陈诺心里那个人不都是他吗 江可威 苏盼月出生 做什么 给你看个东西 苏盼月拿出刚刚偶然拍的照片 只见照片里 少年笑意盈盈的 对着架势位的女人挥手 一个是充满志气的少年 一个是陈文老练的女总裁 乍一看 不由得让人想着点什么 江可威笑容一致 你男朋友家里应该没有亲戚 买得起上千万的豪车吧 而且这个女人一看就有钱 江可威 你猜猜他们的关系 以许一小白脸的模样 他们还能有什么关系 许一真真的被人包养了 像是被甩了一巴掌 江可威脸颊火辣辣的痛起来 他难堪的扯过照片 三两下撕成碎片 饶是如此 江可威仍然嘴硬 这又能说明什么 就不能是朋友吗 哦 苏盼月脱长了语调 他正巧路过 本来是想拍陈落的 恰巧拍到了许一而已 是这样 许一居然认识 这般身家的朋友呢 难怪最近那么有钱 出手那么阔绰 江可威气的跺脚 闭嘴啊 关你什么事 好了小月 他的事 我们管什么 陈落牵起苏盼月的手 语气温柔 苏盼月唇角弯起 弯着眼睛点点头 嗯 洛哥哥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先回去准备吧 一定要加油哦 我们一起加油 陈落笑着揉了揉苏盼月的头 在心里默念 就在高考过后 他就向面前这个女孩子告白 给他一个忠贞不渝的承诺 也算是为前世的荒唐 画上句号 江可威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再次重重跺了跺脚 只可惜 根本没人在意他的情绪 对于陈落来说 他最大的烦扰 早就不是江可威了 而是夏勤和校长 一天三五次的轮番疏导 他们总觉得 陈落的状态受到了影响 希望陈落能稳住 尤其是上课时 那位数学老师 两次突击提问 陈落没有答上来 夏勤更是觉得他有问题 但其实 那位老师问的问题 是他讲到哪里了 压根没听课的陈落 自然答不上来 这件事传出去 就成了陈落跟不上高三进度 连老师提问都答不上来 陈落也不好意思 和夏勤说是老师的问题 只能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躲进了家里 反正距离高考 只有最后一周的时间 高考结束 一切都渐分小了 回到家后 陈落专心复习 虽然高中的知识点 已经被他牢牢掌握 但为了不出差错 他还是从头到尾复习了一遍 很快 高考来临了 第64章 高考满分 很快 到了高考前夕 整个高三充斥着紧张气息 各个争分夺秒 买手书籍之中 都想在高考前多看一眼 说不定能碰到考题 在这个紧张的结果眼上 陈落感冒了 嗨嗨 他捂住口鼻 咳的上身都在抖 苏盼月紧张地给他拍背 落哥哥 你感冒了 吃药没有 吃了 见苏盼月一脸担忧 一般来说比不上平常考试 作为重点高中 清和初题的难度一直都高 而高考为了照顾各地域的考生 考试难度是较低的 还比不上清和平常的一模二模 想到这 苏盼月稍微放心点 而第二日就是6月7日 受感冒折磨 陈落昨晚没睡好 面色看起来十分疲惫 眼眶周围一片乌青 眼里布满红血丝 加上状态不好 脸色蜡黄 同之前的意气风发大相径庭 身体不适 精神状态也不佳 他勉强挤出笑容 冲前来给学生加油打气的校长 和夏勤打了个招呼 走进考场 这副病烟烟的样子 哪比像是来考试的 校长指望着陈落大放光彩 见他这副模样 一口气没上来 险些两眼一黑 跌在地上 校长 你别晕啊 夏勤惊慌的给他掐人中 校长双目无神 痛心疾首 完了 我的状元完了 他期待已久的状元 在高考这天 顶着个要死不活的样子 走进考场 能不能坚持完考试 都是个问题 陈落还年轻 就算今年发挥不理想 还有明年呢 夏勤安慰人的时候 自己心里也在滴血 校长缓了好半天 终于精神了些 到底是什么人 嫉妒我的状元 在网上造谣的 把孩子都给搞抑郁了 简直太坏了 夏勤妥骂 找出来了 我非得好好教育他 望着陈落远去的背影 他经不住惋惜 罢了 十几岁的少年 经受不住打击是正常的 就是可惜了 见陈落确实状态不佳 校长和夏勤 也就不再对他的成绩 抱太大的希望 而清禾高中的贴吧里 也流传着陈落高考状态不佳 很有可能无法发挥 正常实力的帖子 陈落读高中的时间不长 交好的朋友没有几个 贴吧里铺天盖地 都是看热闹的人 仿佛陈落考不好 他们就能得到 什么心理安慰一般 其中最得意的人 莫过于许义 因为有柳如烟的金钱支持 他也可以像陈落一样 大手大脚的花钱 可以给喜欢的人 买昂贵的礼物 而陈落高考又发挥不佳 他虽然还在高一 但有两年的时间冲刺 不一定就超不过陈落 他和陈落的差距 在逐渐减小 在所有人不看好中 一晃半个月过去 高考成绩出来了 陈落没有急着查成绩 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 考多少分了 压根没有查的必要 今年的高考 比他想象的还要简单许多 以他的知识储备量 完全可以应对 他考满分的消息 是苏盼月告诉他的 一大早 苏盼月就打来了电话 洛哥哥 恭喜你 你考了满分 少女的语气中 满满都是欣喜与骄傲 好像知道 陈落考了满分 比他自己考了满分还要高兴 748分 你也很厉害啊 小月 陈落笑道 那也没有洛哥哥厉害 高考是高中三年里 唯一一场不排名的考试 学生们的成绩 一般都会在几天之后才公布 苏盼月也是因为 知道陈落的准考证后 才能查到他的成绩 其他人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 亲眼见到陈落状态不佳 夏青本来就不报什么希望 也没想着去查一下陈落的成绩 只是担心陈落想不开 专门给他打电话 陈落 我知道你今年高考的精神不好 影响你答题 但你年纪还小 千万不能做傻事 复读的人都那么多 你就算再来一年高三 老师 陈落中断他的安慰 疑惑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要再来一年高三 嗯 你高考的时候 被网上的谣言影响了 一副没精神的样子 肯定影响你考试啊 陈落轻笑 虽然我状态不行 但我考的也不差 什么 我勉勉强强考了个750分 老师 沉默 十几秒过去 夏晴爆发出尖锐的叫声 向来沉稳的他激动到面色通红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750分 老师 你要不看看我的成绩截图 他把截图发了过去 一连串的满分和谐到不可思议 夏晴的尖叫声音更大了 惹得陈落都要把手机挪开点 才能勉强不被声音影响 陈落 你太厉害了 我教书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了满分 满分啊 而且语文也是满分 夏晴喜极而泄 以后我逢人就说 我教的学生语文考了满分 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更有面子的事情了 他遇到了高考语文能考满分的学生也 老师 那你可以同时夸一夸盼月哦 他也满分 夏晴这回更惊诧 什么 盼月这次高考 除了物理扣了两分 其他也是满分 陈落和苏盼月的成绩 为清禾带来了巨大的轰动 高考满分 在清禾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两人的情侣关系 以及相差无几的分数 直接成了清禾史上最优秀的学霸情侣 校长乐得咧开大嘴 指挥人往学校每栋楼都挂上横幅热烈庆祝承诺 苏盼月高考分数750分 748分 学校大门口 是两人的巨幅画像以及成绩单 清禾名气在两人的轰托下 更上一层楼 不少家长纷纷联系学校 希望能给自己孩子提供一个学位 各种赞助投资不要钱似的往清禾砸 整个学校充斥在喜悦之中 高一三班 还在苦逼做题的人望着横幅 眼中生出艳羡 我也好想 现在就高考完迎接我的漫长暑假呀 受不了了 还要20天才能放暑假 750分 陈洛到底是怎么做到这妖牛的 我要是能570分 都是我家祖坟冒烟 还是从高一跳级过去的 妈呀 女娲不公 当初是谁说 陈洛高考状态不行 肯定考不好的 害得老子开心 二呸 史丹心了好久 我就说 在咱们洛哥面前 就没有什么事情是难的 喂喂 昨晚是谁发消息跟我说 陈洛一定考不好 怎么现在改口叫上洛哥了 和他们的惊叹不同 路过的许义 脸色臭到极致 盯着鲜艳的横幅 他眼里满是嫉妒和仇恨 浓道几乎要化成实质 凭什么 凭什么陈洛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给陈洛那么多优待 第65章 校长 别忘了赌约 陈家 晚餐极为丰盛 清蒸大闸现 佛跳墙 红烧狮子头 烤羊排 各式菜色 满满一大桌 小洛回来了呀 厨房门口 江雅笑盈盈的端着菜盘 盘里是散发热气的糖醋排骨 妈 你怎么亲自做饭了 陈洛一惊 连忙去接过他手里的菜 放在桌子上 今天可是你出成绩的好日子呢 我就亲自做了几个菜 小洛 你小子真没让我失望 就连陈炳生都难得的戴上围裙 不愧是我儿子 就是厉害 他还是我儿子呢 是是是 多亏你把孩子教育得这么优秀 夫妻二人露出同款满足笑容 围着陈洛 浑身系上下都透露着欣喜 这氛围 比陈炳生谈下几个亿的大生意 都来得喜悦 我之前还在担心 你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想不到你 居然给我拿了一个状元回家 好小子 真让我刮目相看 想着陈洛之前的状态 陈炳生还有些感慨 他还以为 陈洛又回归到了一年前 对江可威要死要活的那种状态了呢 但他对陈洛一向不怎么干涉 只是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暗自决定 假如陈洛因此高考没有发挥好 自己又不愿意再复读 他就把陈洛安排在自家公司里 说来惭愧 快拨科技公司 虽然在科技界已站稳了一席之地 但只有陈炳天自己知道 这个公司的一切理念都来自于陈洛 他名义上是董事长 实则也是给自家儿子打工的 既然陈洛在经商方面有这样的天赋 以后不会没有出路的 但不管怎样 高考都是重要的 能取得这样耀眼主目的成绩 也是一个意外之喜了 三人伴着欢声笑语吃过了饭 之后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画面一派温馨和睦 却不想刚打开本地的新闻台 据悉 我是理科状元陈洛来自清河高中 考出了我省史上最好的成绩 750分 这是近几年高考史上唯一的满分 下面 我将采访一下陈洛的高中班主任 以及各科老师 询问一下 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教育 交出了状元 夏老师 你好 陈洛福娥 莫名觉得有点羞耻 幸好 新闻没有把他照片放出来 不然 走路上都不方便了 陈炳生两人乐呵呵的看完新闻 儿子 你想去哪个大学 或者说 你想出国也行 你自己看学校 中意哪个国家的都可以 你小小年纪这么有本事 肯定也能照顾好自己 陈炳生和江亚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就是 一切都看陈洛的决定 陈洛还没回话 陈炳生的电话先响了起来 喂 南大啊 陈洛是我儿子 你们地理位置稍微有点远合偏啊 我家孩子应该不考虑 刚挂断一个电话 另一个又响了起来 华大 嗯 我们肯定会认真考虑贵校 嗯 燕大 对 我是 啥 二十万奖学金 电话那头 为了吸引陈洛 燕大开出了二十万奖学金的条件 第一次面对这么小一笔钱 被当作条件 陈炳生尴尬笑笑 我知道这笔奖学代表贵校的诚意 可我家陈洛并不需要 他一个月的零花钱都不止这些 当然 他想让上燕大就上 我们做父母的 主要是以孩子的感受为主 一连好几个电话 接着陈炳生实在受不了 索性关机 江亚笑眯眯的看着陈洛 小洛 你想去哪里 这个不急 看着手机屏幕上 和苏盼月的聊天页面 陈洛露出浅笑 距离田志院还有一段时间呢 我会考虑好告诉你们的 读大学 当然是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才有意思 至于学校 去哪里不是学 与此同时 清和高中 下情妆容得体 接受着采访 说来惭愧 对于陈洛同学的成就 我们老师并没有付出过多少精力 他是一个天才 无论是多么复杂的难题 只需要我们稍微提点 他就能很快领悟 做状元的老师 还挺没有存在感的 毕竟他能遇见的问题很少 我们都没有机会指导他 也是我运气好 能遇见陈洛这么省心 又聪明的学生 嘴上说着谦虚话 下情心里开心得不得了 他可是教过这么一个 天才般的妖孽呢 他真厉害 等访谈结束 他退到一边去整理着装 有人酸溜溜的盯着他 哎哟 运气真好 一条到高三教书 就能碰上状元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运气 是啊 直接从普通教师 一跃成了特级教师呢 我们这些普通人 怕是花上三四十年 也不过能勉强平一平 当然 也有人制止了他们的名扬怪气 当初下情力排众议 让陈洛升高三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们站出来呢 陈洛状态不对 下情给他调整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们站出来呢 就算是有运气成分 也和下情的辛苦努力 是有关联的 是啊 下情付出这么多心血 你们极度也去挖掘一个状元呗 人群中 周书华灰头土面的 收拾着办公桌上的物品 自从陈洛成绩出来 他的脸就火烧火燎的痛 每个路过他的人都要嬉笑几句 哎哟 你当初不是说陈洛的成绩 都是有蹊跷的吗 怎么看起来不太像 一想到他之前对陈洛的态度 心里都没底 他那么针对状元 以后可怎么过 次来想去 他干脆主动提出离职 下情被恭维了一番 回到办公位 他给陈洛回来的电话 陈洛 谢谢你和你女朋友 要不是你们 我这特级教师 还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平上 老师 我和叛岳还没确定关系呢 哈哈 现在高考都结束了 打算什么时候正式在一起 陈洛眨眨眼 快了 老师 记得帮我转告校长 别忘了他和我的赌约 他要当着全校所有人的面 给苏叛岳一个盛大的告白现场 第66章 快播集团太子爷 与此同时 快播科技集团 容貌毅力的女人 略显局促的坐在一楼会客厅 柳如烟有些紧张的 询问一旁的助理 小李 你说我们的合作能过吗 刘总 我们的合作方案 已经很详细了 再说 您还认识快播的太子爷 肯定行的 柳如烟点点头 自言自语道 是啊 我还认识许义呢 就算合作方案不太行 看在太子爷的份上 快播总不至于 连这么一个小合作都驳回 眼尖的 他看见了市场部的孙经理 他赶紧走上前 孙经理 我的那个合作 这个方案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不与合作 柳如烟冷静的表情出现军烈 他难以置信 没过 他都和许义认识这么久了 连一个合作 没办法搞定 是的 柳小姐 没过 柳如烟满脑子都是这两个大字 为了这个合作方案 他付出了那么多心血 熬了好几个通宵 还在许义面前各种讨好 居然没过 他气得面容发冷 拿出手机拨通许义的电话 许义 你骗我 你不是说已经帮我打点好了吗 为什么我现在收到了 合作不通过的通知 柳如烟快气死了 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他莫不是遇见了一个假的快播少爷 姐 他可是快播的少爷 身旁的小秘书 赶紧拉拉拉他的袖子 注意语气 注意语气 清禾中学 面对柳如烟浓浓的怒意 许义有些发怵 骗了柳如烟这么久 事情没办成 对方怕怀疑他 要是被他发现了 他还怎么骗他的钱 许义不自在地摸摸鼻子 刘姐 你不要这么激动 叙手 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吗 你明明答应我的 你怎么可以出而反而 要不是顾忌形象 柳如烟真想破口大骂 许义 这件事情 你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许义听得又耸又烦 他要真的是快播集团的太子 哪里还需要和柳如烟 这种女人待一起 要不是看在他那么容易 被骗钱的份上 他还懒得搭理他呢 一背后 许义脾气也上来了 行 是我的错 是我搞忘了 忘了向王叔说一下 通融你的合作 我这不是事多吗 你别介意 与其中 少爷派头十足 伪装了一段时间的少爷 好像就变成了真正的少爷一样 这副有底气的样子 让柳如烟稍微忌惮两分 小助理也在帮枪 是啊 姐 还有下次合作的机会 柳如烟深呼吸一口气 这对你来说 只是一句话的事 可你知道 对我来说影响有多大吗 请你 一定务必帮帮忙 行吗 他底下还有员工等着他吃饭 还有许许多多事情 等着他去做 他一定要拿到快播的合作 我知道了 下次不会再这样了 许义无奈道 放心吧 这种事情 我说一声就能行的 对了 我老爸又限制了我的零花钱 你能不能借我点 又是钱的事情 柳如烟留了个心眼 如果是之前 他肯定直接转了 就当打点关系 可现在合作出现问题 他已经不再信任许义了 毕竟 对方可是快播的少爷 快播少爷 怎么会缺一点零花钱 这个许义 真的不是故意来骗他的吗 他没当面拒绝 嗯 行 我等会转你 这回 换许义喉咙一紧 等会才转 许义开始心慌起来 要是被他识别 他的真实身份 他上哪里 再找一个免费饭票 靠 像柳如烟一样 好骗的女人可不多 许义不动声色的 嗡了一声 挂断电话 柳如烟满腹疑惑 他打开手机 联系上了之前的侦探 直接开始质问 许义到底是不是你说的 快播集团的太子爷 我怎么觉得他不太像 你要是敢骗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柳如烟眼中 闪过一抹利色 要是许义在骗他 他的钱 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对方很快回应 柳姐 以我们的关系 我至于骗你吗 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 清和高一的第一名 就是快播集团的太子爷 至于是不是你说的许义 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消息 是我亲耳听到的 再说了 姐 我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 你见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据柳如烟的调查 清和高一的第一名 确确实实就是许义 前不久 他还看见了清和高一的成绩单 还有以前的成绩单 许义经常霸榜第一 只是柳如烟不知道的是 因为陈洛跳到高三 学习也一并赚了过去 所以现在高一查不到他的信息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侦探没必要骗他 许义应该就是他要的人 他打开微信 给许义赚了十万过去 附上微笑 我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这些钱就当我请你吃饭 情绪各种波动 柳如烟也实在是疲惫 他摆摆手 走吧 我们回公司 让市场部的人 再开一场紧急会议 快播会不与我们合作 我们的方案 肯定也是有问题在的 许义忐忑的心 他倾笑出声 就这个智商居然还是会长 走 金钱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他回到教室 拍拍姜可威的间 微微 今晚 我们出去吃饭吧 我记得你喜欢吃虾 我们去吃澳洲进口大龙虾吧 嗯 许义又要请微微吃饭呀 真羡慕 前排 同姜可威玩的好的女生 艳险出声 许义 你也太宠微微了吧 许义笑得温和 你要是愿意的话 可以和我们一起来 不了不了 我就不当这个电灯泡了 夜晚 许义吃完饭 在外面散步 大好的心情 在看到花店门口熟悉的身影时 狠狠一致 目光瞬间染上阴冷 陈洛正从花店走出来 一想到陈洛最近的名气 在看他这副悠闲从容的模样 许义就恨得牙痒痒 许义走进花店 刚刚那个人来看花 是为了什么 说是为了买玫瑰花 向女朋友表白 不过最后他没有买 表白 许义神色一冷 表白啊 那可不能让他轻易就成功了 为什么没有买你知道吗 嫌贵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有价格的原因吧 我们这里是总店 价格自然是要贵一些的 不过我们在江城 还有很多家分店 只是分店的鲜花品质差了一些 不需要 我就要你们这里的品质最好的鲜花 你们这里的玫瑰花我都要了 我要向我女朋友表白 既然陈洛要向苏潘月表白 那他就先向可谓表白好了 只要他的排场比陈洛大 大家就只会记住他 而非陈洛 服务员大写 好的 先生 第67章 99999朵 促成了这一单生意 店员兴奋的告知店长 店长 今天店里来了的大客户 为了向他女朋友表白 包下了我们店里所有的鲜花呢 一看他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 表个白也要弄出这么大的排场 也不知道他女朋友是谁 真是让人羡慕啊 姐 你说他会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首富之子啊 年纪恰好对得上 经过高考 江城很多人都听说了陈洛的名字 只可惜陈洛没有出面参加采访 现在的网络也没有十几年后那么发达 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陈洛长什么样子 我看不像 这么说的话 我倒是觉得另一个人更像了 谁啊 就是在他之前进来买花的那个男孩啊 可是他不是嫌贵就走了吗 女店主摇摇头 笑道 他走的时候 不是拿走了我们店里的联系方式吗 你看 女店主指了指账本 他刚走就给我打电话 要求必须是当日采摘的鲜花 我已经联系了云南基地 明日一早 把新鲜采摘的鲜花空运过来 女店员倍感惊奇 当日采摘的鲜花 可要比店里的贵上很多啊 而且空运又是另外的价格 那他预定了多少朵啊 店长吸了口气 说出了一个让女店员深深震惊的数字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朵 一日是清和高三学生的毕业典礼 由于心情实在太愉悦 校长亲自在现场督促装饰 拿着个大喇叭嚷嚷 喂喂喂 那个红毯没有铺平 赶紧整理一下 陈洛的照片要摆正一点 歪歪扭扭的算怎么一回事 赶紧把花篮摆起来啊 不然怎么显出气势 而另一边 校门口 徐义带着他浩浩荡荡的玫瑰花出场了 红色的玫瑰从大货车上一下来 一捆又一捆 乍一看过去 仿佛进入了红色花海 鲜艳夺目 徐义带着个墨镜 手插兜 姿态十足 徐少 鲜花放在什么地方 那栋教学楼楼下 他带着人走过去 惹得围观群众阵阵惊叹 鲜艳的玫瑰花被整齐摆放 中间用红玫瑰花瓣圈出了一个大大的爱心 徐义穿着深正经的白衬衫站在其中 娇艳的花朵配上白山少年 画面唯美又令人心动 姜可威被人簇拥着下楼 天啊 可威 你男朋友也太爱你了吧 这么多玫瑰花瓣 得多少钱啊 呜呜你男朋友不仅对你好 长得帅 成绩优秀 还这么有钱 还要不要我们活啊 就是就是 看得我都羡慕了 什么时候才能遇见这样的男人 姜可威心脏砰砰直跳 来了 徐义就要向他表白了 陈洛 你一定要看清楚 他拢拢头发 笑容矜持 其实也还好 感受着身边人的羡慕眼神 姜可威强压嘴角 徐义还是有点用嘛 能给他整来这么一场告白脸 他姜可威 就是现在最受关注的人 看在徐义这么争气的份上 他就暂时忘记那天的事情吧 何况徐义已经说了 他和那个女的 只是朋友的关系 他余光往高三教学楼的方向 瞟了瞟 心中暗道 陈洛 你再不抓紧 我可要名花有主了 各种准备已经到位 徐义轻轻嗓子 打算深情迈迈地 念出自己的告白词 一道立合声打断他的动作 那边的人都在干什么 校长气呼呼地冲过来 你们来学校不学习 在搞什么幺蛾子 他瞪大眼 有钱不买学习资料 买什么玫瑰花 你们爸妈送你们来学校 是来谈恋爱的吗 谈就算了 居然还敢在他眼前谈 简直是不知好歹 告白暂停 围着的人迅速退开 两人呆的地方迅速成了真空地带 前一秒还觉得自己 就是小说男女主的许义二人 面色尴尬 尤其是江可威 几乎把头埋到了胸口 看见许义手里的玫瑰花 校长一把抢过 你成绩考得很好吗 就赶在这里泡妞了 听说你上次做高三的三摩题 才考三百分 这成绩 你连二本都去不了 江可威瑟瑟瑟发抖 正想往后挪 校长盯住他 你成绩还不如他呢 两个人谈什么恋爱 小心最后都去上大专 谁不知道 清和二摇摇起步 对于清和的人来说 大专不亚于一种侮辱 江可威面色发白 学生的毕业典礼 你们也不看看 你们的同龄人陈洛 人家多优秀啊 整整750分呢 这可是高考满分 你们能做到吗 做人就要向优秀的人学习 不要一整天沉迷于 情情爱爱的 这点情爱能长久吗 人家陈洛读书的时候 就不会想着早恋 哪像你们这样 一天天令不清 又是陈洛的名字 徐义眼神英智 陈洛陈洛 又是陈洛 这两天 铺天盖地都是陈洛的名字 他都快听烦了 不就是考得好了那么一点吗 有什么难的 他肯定也可以 我们清禾可没有早恋的传统 你们给我好好反省 说完 他惦记着毕业典礼的事 没多训斥就走开 漫天的玫瑰花海被清空 现场涂流仓促清理时 掉下的花瓣 一下子从豪华场地 变成了七七惨惨七七 徐义瞧见一只玫瑰花 在清理途中掉落 他赶紧捡起 可威 我对你是真心的 吐痴 有人笑了起来 紧接着是窃窃私语声 都这个情况了 徐义还不忘表白呢 我看着都嫌尴尬 天啊 他怎么敢捡起这朵玫瑰花 就开始表白的呀 这花叶子都掉了 难看死了 现在不带着江可威走开 还留在这里 真求死个人 我要是他们两个 我都没脸见人了 瞧瞧人家的心理素质 被校长训了 还不忘表白呢 江可威听着这些声音 热血逆流 难看到了极致 该死 幻想中的甜美场面没出现 反倒让他被人笑话 成了这个鬼样子 再看徐义手里花瓣残缺的玫瑰 他一把打掉 怒道 这都什么情况了 你还表什么白啊 丢人 玫瑰花在空中成了一道抛物线 狠狠砸在地上 有人跑着路过 一脚踩在上面 直接把玫瑰花踩扁 戏剧性的发展场面 让现场一下子动不住了 徐义被唠了面子 脸色也不太好看 正想牵住江可威的手 喧闹声打断了两人的动作 啊 女生的尖叫声 极具穿透力 尤其是在不止一个女生尖叫的情况下 尖叫声充满激情 一声盖过一声 啊 帅哥看我 帅哥 加个微信好不好 帅哥 众人 循着声音来原地看过去 这一看 立即响起男生倒吸凉气的声音 以及女生更加疯狂的尖叫 只见校门口 突然涌现一群穿着白色西装的男人 贴身的西装 包裹着他们健硕的身体 各个人高马大 目测都是一米八以上的身高 宽肩窄腰 一看就是经常健身的人 长相各有特色 脱衣有肉的那种类型 这个长相极度符合女生喜好 每个人手里都捧着鲜艳的玫瑰 有冷艳的蓝色妖姬 淡雅的香槟玫瑰 富裕的粉佳人 鲜花迷人 帅哥也迷人 两种东西组合在一起 一下子吸引住人的目光 惹得女生们骚动起来 第六十八章 表白现场 这些不会也是许易请来的吧 也太大手笔了 除了许易也还能是谁 哇我真太羡慕姜可威了 要是谁这样向我表白 我这条命都是她的 女生们纷纷朝江可威望去 眼中满是羡慕嫉妒 江可威听到 更是下意识微微挺直了腰杆 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要真是许易做的 这排场也算配得上她了 倒是男生们存在质疑 望着琳琅满目的鲜花 和俊男豪车 难免心里发酸 直到许易出手阔绰 也没听说那么有钱啊 有人揣着困惑问许易 喂许易 这真是你安排的 许易先猛后喜 尤其看见江可威 看自己的目光柔和了许多 当机立断印下 本来是给可威准备的 另一个惊喜 谁知道刚才居然出了点小意外 只能先让他们过来了 她要表白的事 也只有柳如烟知道 肯定是她给安排的 想到这许易舒爽万分 重新走到了江可威面前 拿着刚才那朵破花 半跪在江可威面前 她含情默默 抬头注视着江可威 一只手按在心口处 跟求婚似的 可威 我真的很喜欢你 这是我对你的一片心意 我发誓 今后一定只对你一个人好 这辈子非你不要 你就答应跟我交往吧 兴许老天给力 她侧对斜阳 暖光晒她身上 氛围十足 周围人都忍不住 平住了呼吸 看向江可威 替她紧张了起来 江可威看了圈 前面的鲜花俊男 再看半跪在地的许易 心里倍感得意 她唯一遗憾的是 陈洛不在 不能亲眼看见这一幕 可想到陈洛这九年 是如何照顾她 体贴她 宠她 江可威又有些舍不得 围观学生们 见江可威迟迟迟不说话 急了 江可威你还想什么啊 许易这样的男孩子 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就是就是 江可威 你不要的话 我可就翘强角了 文言江可威如梦初醒 不满的嘲说话的女生们扫了眼 看到他们眼中的跃跃欲试 心头一紧 她可不能让许易给跑了 至于陈洛 她想玩欲擒故纵 自己还不想奉陪了呢 四季次 江可威抬头 朝许易手上的花 慢慢伸去 见状许易大喜 盯着那只白嫩小手 朝自己而来 高兴又得意 几朵花就能搞定女人 太容易了 眼看江可威 要接下许易的红玫瑰 刚离开的校长折返而来 看到门口的车 和一排猛男 气得跳脚 想也不想奔了过去 许易 江可威 你们这又是在做什么 校长那叫一个气啊 扯着嗓子 朝保安大叫 还愣着干嘛 赶紧把这群人赶出去 看着一圈圈 捧着鲜花的黑衣人 见到校长摆出这副架势 学生们纷纷倒退 生怕战火烧到自己身上 保安不敢懈怠 敢忙摇人 许易这下就不满了 校长你讲点道理 毕业典礼都结束了 我就单纯的想和心仪的女生 表达下心意 这都不行 他说完 校长差点拍他脑门 毕业典礼是高三的毕业典礼 和你有什么关系 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 专搞这些没用的东西 校长深吸口气 扯出冷笑 走向穿着手捧玫瑰盒 穿着白色西装的男人们 准备亲自赶人 谁知他刚上前 另一批穿着西装的黑衣人 从另一侧走来 拦在了他面前 对方个个身高一米九 看着十分唬人 就像黑社会似的 校长望着比自己高一个头的黑衣人 不禁有些心虚 而这一幕落在其他人的眼里 却让他们更加崇拜许易 这些只有在电视机里才会出现的人 竟然被许易请到了现实生活中 看来许易真的是很有本事呢 连校长在他面前都吃了扁 行 好的很 硬气得很 我赶不动你们 那就让警察来处理这事 说着校长拿出手机 强忍着心里的害怕 准备报警 到这回他已经不在乎什么早恋不早恋了 他在乎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危 这些人一看就不像好人 估计一拳就能把他打进ICU 这下轮到围观群众们担心了 他们只是想凑热闹 但警察来了 性质就不一样了 不过碍于之前许易的表现 他们对许易十分信任 许易 你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吧 许易 你赶紧联系你爸 问你爸认不认识警察局的朋友 最好快一点 不然等警察来了就晚了 有柳如烟坐靠山 许易故作镇定 行啊 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 许易拿过同学递过来的手机 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你认不认识警察局的朋友 我这边遇到了点麻烦 另一边的柳如烟冷冷道 这种小事 许少还需要找我帮忙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许易心里一紧 千想万想 没想到柳如烟竟然不肯帮他 这可怎么办 不会有事的 有的人见校长和许易剑拔弩张 势不嫌大 拿出手机偷偷开了直播 其他人见状 也想蹭拨热度 纷纷打开快播 经过上次的事件 快播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快播APP做直播 很快 一名小有名气的小网红直播间 就涌进了大量观众 他退到后方讲述了情况 直播间立马多了许多弹幕 我支持校长 许易做的就是不对 这次学校 是学习的胜地 不是传扬早恋的地方 一群老顽固 青春就该热烈大胆 不就表个白 有啥不行呢 第六十九章 买花的人是陈洛 说实话 许易敢这么做也挺勇的 就问你们 还有多少人敢顶着校长的愤怒 坚持和女神表白的 此评论一出 一群人表示 没许易那胆子 更没那财力 纷纷哀吼 但随着校长电话内 传出警察的声音 还是将他们拉回了现实 你好 警察同志 我是 把事情简要说完 校长就开始静静等待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易越来越慌 手心已经出了一层的汗 他就恨自己 没有钝地的本身 不然早就从地上 挖个坑钝走了 因为只是学生间的小问题 半个小时后 一名民警赶来了解情况 身边的同学纷纷不解 许易 你不是 让你爸找人了吗 怎么警察还是过来了 看到这名民警后 许易整个人都慌了 哭丧着脸道 警察叔叔 这些花不是我定的 这些人也不是我找的 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 你不要抓我 文言 众人都傻眼了 你说什么 你说这些鲜花不是你买的 这些人也不是你找来的 没错 我压根就不知道 许易已经想好了 这些人是柳如烟找来的 他本来就不知道 如果事情真的闹大了 那也要柳如烟来负责 许易的操作太骚了 大家一时半会都没反应过来 缓了好半上 才缓缓出声询问 许易说不是他 那是谁 此时 众人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校长 这群人是我找来的 本想说明情况 听到陈洛声音 校长也猛了 什么 只见陈洛 黑衣人身后走出 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和牛仔裤 身形修长气质清朗 英俊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意 从容的朝校长走去 他本就生的好看 体态也好 在一群黑衣人压抑的氛围中 像小说中 白月光男主出场走出 一下抓住了所有人眼球 直到走到校长面前 陈洛露出歉意 指着黑衣人和豪车解释 抱歉没提前通知您 这些都是我安排的 他再次说明 校长愣了 学生们愣了 连带着后方默默吃瓜的苏盼月 也愣了 唯独许义和江可威 顿时如遭雷劈 这些人 竟然是陈洛找来的 那这些花 也是陈洛买的 江可威心神一颤 脑袋里瞬间闪过成百上千个念头 陈洛弄这么大排场 是要干嘛 他买这么多新鲜玫瑰 又是要做什么 陈洛是想用这些礼物 向他服软道歉 还是想向苏盼月表白 如果是前者 他倒是能接受 但如果是后者 江可威暗暗攥紧了拳头 指甲嵌入掌心 带来针扎一样的刺痛 他都没有察觉 如果陈洛真是要向苏盼月表白 那他可就真的成了一个小丑了 片刻 校长才匆匆说明情况挂断了电话 摸不着头脑 不 不是 真是你 陈洛没答 反向周围扫了眼 目光落在苏盼月身上 两人双目对视 陈洛眼中泛起涟漪 温柔无比 苏盼月呼吸一紧 心跳加速 巨大的惊喜萦绕心头 他忍不住期盼 陈洛要表白的对象是自己 却又担心 到头来空欢喜一场 万一陈洛 也要跟江可威表白呢 万一他这些天对自己的好 只是想刺激江可威呢 想到这里 苏盼月垂下了眉眸 在和陈洛的感情当中 他一直奉行一个原则 得知 他信 失之 他命 如此而已 校长 您别忘了高考前答应我的事啊 陈洛提醒道 校长张了张嘴 纠结的拧紧了眉头 如果是陈洛安排 那可就难办了 他也不能失言啊 风向反转 最激动 还是围观群众 小网红看着 源源不断进入直播间的人 眼睛都笑完了 对 原来是乌龙 那些人根本不是徐一安排的 而是陈洛 没错 徐一就是打脸充胖子 我也没想到他脸皮那么厚 不是自己安排的 也得说成是自己 啊 你们说陈洛呀 他可是咱们清和想当当的大人物 今年高考满分状元 就是咱们镜头里这位陈洛 他一解释 周围人也是恍然大悟 我靠 徐一原来是个跳梁小丑 拿着别人的东西 表白女神 我要是姜可威 都要气疯了吧 哎 你们发现没有 陈洛带来的这些玫瑰很新鲜 花瓣上还有露水呢 好像刚刚采摘下来不久 而徐一之前买的那些玫瑰 都有点蔫了 这种新鲜玫瑰 应该是现场采摘 然后空运过来的吧 陈洛可真有钱啊 大家一听 看陈洛的眼神 多了几分敬意 再看向徐一 就只剩下笔意 一下从万众主目的羡慕焦点 变成了厚颜无耻的无赖 徐一脸色铁青 蒋可威作为本次女主 眼看一群女生 眼神从羡慕极度变成嘲讽 想到先前自己的得意 脑子一热 气急败坏 朝校长道 校长 不管这些人是谁找来的 你是不是也该按照 您之前的解决方式一样处理 校长悠悠扫了他一眼 面色复杂 他倒是想 但他输了和陈洛的打赌 得由着他胡来一次 再说了 陈洛可是高考满分状元 他为啥不能宠着些 四季此 校长觉得脸皮这东西吧 自己也可以厚点 可 既然是咱们的高考满分状元陈洛安排的 那就破理一次 让这些人留下吧 说完还对陈洛笑了下 朝保安们摆手 行了 不先撤下去吧 今天是个好日子 别把事闹大 不好看 众人 不是 刚要报警的人是谁 见小老头红了耳朵 陈洛忍君不惊 谢谢校长 校长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嘴上却朝学生和老师们道 还有你们都傻站着干嘛 赶紧都过来 帮陈洛一起摆放下鲜花 免得给校门口堵住了 眼看赶人报警 成了帮陈洛摆放鲜花 许一看得一愣一愣的 又见陈洛从容和校长站在一块 风光际月跟个清朗贵公子似的 极度的他眼睛发红 这混蛋明明一直在车里去不出来 肯定是故意羞辱他的 校长 凭什么我拿花来你给全收了 陈洛仗是那么大 你就留下 这不公平 陈洛抬眸看向他 目光淡漠 校长做事定有他的道理 需要你来指手画脚 许一掖住 但不想弱了气势 咬牙切齿 你和我没区别 他凭什么差别对待 话一出 直播间的人也表示质疑 对啊 就因为陈洛是高考状元 就不意识同人了 那这校长也太失脸了吧 第七十章 鲜花盛典 女生们羡慕忧怨的捧着脸 深叹口气 陈洛到底是想向谁表白啊 之前陈洛不是喜欢姜可威吗 有可能是他哦 不不不 这都猴年马月的事了 听说两人早就闹掰了 不可能和姜可威表白 陈洛已经和苏盼月在一起了 你们不知道吗 女生们围在一块七嘴八舌 讨论激烈 苏盼月听的是小心脏七上八下 他看向姜可威 对方正盯着陈洛看 眼中有极许期待 苏盼月的心一下就被抓紧了 呼吸困难 旁边的女生探着脑袋 瞅瞅姜可威 又看向陈洛怀里的花 激动开场 盼月 我觉得陈洛是要跟你表白 他声音不大不小 恰好被不远处的姜可威听到 姜可威心猛的跳了下 警惕的看向苏盼月 真的是苏盼月吗 苏盼月阴唇微章 片刻眼眸亮光亮起 又很快暗淡 他苦笑摇头 终究是没敢去拆陈洛的心思 我尊重他的一切选择 无论是像他 亦或是姜可威 或者又是别人 只要陈洛能高兴 他也高兴 他爱陈洛 但他更清楚的知道 墙来的感情留不住 如此想 苏盼月虽期待 但更多是豁然开朗 陈洛这头 确定花没问题了 让保镖拿了箱子 将花放在里头 刚放完 一转身 就看到姜可威走了过来 陈洛本能拉了脸 有事 姜可威脚手 扭捏着试探 花很漂亮 想到苏盼月 陈洛眉眼舒展开来 明眼人都能看出 他眉眼间的愉悦 为了值得的人花心思 是我的荣幸 就怕苏盼月不喜欢 那他可真就欲哭无泪了 陈洛朝人群望去 却没看到苏盼月的身影 想去找 姜可威却拦住了他 咬着下唇 目光盈盈的拧着他 陈洛 徐一刚跟我表白了 关他屁事 他说会对我一心一意 这辈子非我不要 姜可威又到 陈洛眉头紧拧 不耐烦的绕开姜可威 去找苏盼月 他这副模样 落在姜可威眼中 就是逃避 陈洛一定还喜欢自己 所以才暴躁 想到这姜可威 自信的挺了下腰 喜欢他九年 哪有说变就变的 两人之间的互动 被小网红记录在直播间 可惜没听着两人对话 但看姜可威那得意模样 大家开始猜测 主播不是说 陈洛曾疯狂追求姜可威吗 很有可能是向他表白 我不觉得 陈洛看姜可威的眼神 没有一丁点爱意 反倒很厌恶 行了别乱猜测了 一会不就揭晓答案了 比起这个 主播 你是不是应该去问问校长 为什么不一视同人 主播去找校长问问 要不然我可不报考清河了 俺也是 俺不喜欢不公正的校长 眼看弹幕 被外校一群人节奏带飞起 小网红急了 在网友们的窜跌下 小网红战战兢兢走向校长 而陈洛也站不远处 指挥带来的人布置现场 此时苏盼越也看到了陈洛 朝那头走去 他得问清楚 免得自己自作多情 校长这边正在苦恼结束后 这些花怎么处理 就见一女生拿着手机 朝自己酣笑 校长 我想问你 为什么差别对待许易和陈洛 校长本不想回答 可看到镜头 想了想还是解释道 我和陈洛同学打了个赌 只要他能考上高考状元 就全力配合 他和心仪的女生表白 现在我输了 也不能出尔反尔吧 文言 不远处的苏盼越顿住了脚步 巨大的狂喜 充盈了整颗心 喜欢的女生 难道我哥哥 早就计划和他表白了 光想到这可能性 苏盼越激动得心弦微颤 眼眶却酸色难耐 本以为校长失利眼 原来是因为输了赌约 我记得陈洛好像还休学过一段时间 现在看来 没准陈洛为了赢得赌约 这才发奋图强的 哇 这不就是神仙爱情吗 相比于许易的胡作非为 陈洛可是通过学习迎来的机会 才是真情可贵吧 对不起校长 咱误会你了 等暗中口 一定报清和 不到十分钟时间 清和高中整个上下都知道 陈洛曾经和校长打过赌的事了 陈洛和校长的赌约 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原来陈洛回到学校 就是为了和校长的赌约 原来陈洛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要夺高考状元 这到底是怎样的自信啊 蒋可薇站在角落里 看着那一片片娇美的玫瑰 唇瓣被咬出了几枚牙印 尤其身边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 让他心里更加不适滋味 有陈洛带来的人帮忙 很快 整个清和高中 都沐浴在了鲜花的海洋中 操场 教学楼 天台 目之所及的地方 都摆满了鲜花 为了今天 陈洛已经准备很久了 他不想留下一丝遗憾 所以提前请了几位著名的花艺师 娇嫩的鲜花 被摆成各种精美的图案 浓郁的芳香在空气中弥漫 原本还在直播间疯狂刷屏的观众 和那些喜欢八卦的学生 全部都沉默了 因为眼前的场景 实在太震撼了 简直是只有在梦境中 才会出现的场景 99999玫瑰 组成一片巨大的花海 绝美又浩瀚 现在 所有人都期待着女主角的出现 想看看这场绝无仅有的鲜花盛典 到底是为谁准备的 苏盼月脑子里也是一团江湖 恰在这时 夏晴急匆匆跑了过来 可算找到你了 快跟我走 有惊喜等着你 明知答案 苏盼月紧张提到了嗓子眼 手心冒汗 真的是他吗 在夏晴的带领下 苏盼月被带进了一个化妆间 半小时后 陈洛站在演讲台上 目光始终注视着右方不远处 此时的讲台 已经被鲜花点缀得 如同灯光汇聚的舞台一般 陈洛身边花团紧簇 偏偏他又长相清俊 气质温淡 不知吸引到了多少人的目光 台下 大家伙一个个探着脑袋 生怕错过最精彩的一幕 终于 在所有人好奇的目光下 苏盼月穿着一身 香满钻石的银色长礼服 礼服剪裁完美勾勒出 玲珑有致的身材 精致的脸庞抹上淡妆 显得人更加清纯美丽 美目盈盈水光流转 气质甜淡温柔 瞬间吸引了所有目光 陈洛惊艳无比 脚已经不听使欢 朝蒋台下走去 蒋台下 蒋可威紧盯着苏盼月 眼神如X光线 将他上下打量 看苏盼月打扮得 跟个贵族公主似的 联想到陈洛给自己 送的钻石皇冠 瞬间觉得自己被比下去了 凭什么送他钻石皇冠 却送苏盼月 如此璀璨夺目的钻石礼服 陈洛分明是偏心 第71章 高调宣爱 而且 陈洛用来表白的玫瑰 也要比当初 对他表白时多得多 蒋可威极度的攥紧了拳头 差点咬碎牙 极度过后 蒋可威心里 生起一股浓浓的失落 原来陈洛 想要表白的人 真的是苏盼月 想起自己在清禾高中 发的那个帖子 蒋可威只觉得 脸上火辣辣的疼 他还大言不惭的说 陈洛之所以 一直不肯向苏盼月表白 是因为他不喜欢苏盼月 和苏盼月在一起 也只是为了刺激他 可现在看来 陈洛刚回到清禾 就和校长打了赌 分明是想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向苏盼月告白 此时 清禾高中 所有人都知道 陈洛表白苏盼月的事了 所有人明白了 陈洛为何大张旗鼓 只影响给苏盼月 最盛大的告白仪式 于是乎 羡慕对象 彻底转移到苏盼月身上 然而这些目光 影响不到陈洛一点 他眼里只有苏盼月 反应过来 自己太急了 陈洛及时停住 停在了讲台边 注视着心爱的女生 一点点靠近 分明只有十几米的红毯道路 两人却因为紧张 走出了十万八千里之远的感觉 慢到吃瓜群众都急了 要不是 怕破坏浪漫气氛 大家都得扯嗓子催促 但他们不是当事人 不知道陈洛此时 有多紧张期待 时隔一世 苏盼月始终没变 他依旧满心满眼都是自己 而他这次 也终于能抓住自己的幸福 这是老天给他的机会 他怕慢个一秒 梦境就会破碎 直到苏盼月站在他面前 红着脸将手落在了他的掌心 陈洛迫不及待握紧 这一刻 陈洛才有了重活一世的真实感 望着少女修红的脸颊 陈洛轻轻一笑 拉他走上台阶 小心点 嗯 苏盼月这会 哪还有其他想法 到现在人还晕乎乎的呢 两个人 均是换了行头 精致打扮 就那么机灵的红毯 走出了结婚的架势 站在讲台上的校长 则成了温柔慈祥的私仪 但没人觉得这场景突兀 有人更是看得羡慕嫉妒恨 咬着衣服愤愤然道 我能抢新娘吗 话一出 周围人喷笑出声 哪来的新娘 男生缓过神 窘迫无比 不好意思 分威感太强 我以为参加婚礼 众人哈哈大笑 也笑醒了陈洛 陈洛故作镇定 将苏盼月带到中央 中央被鲜花簇拥 简单的演讲台 变成了高级的欧式风格鲜花场景 配合上两人的打扮 真跟结婚没有什么区别 陈洛走到角落 将里面的花动作 轻柔的拿了出来 眼神温柔 不乏坚定的朝苏盼月走去 苏盼月垂落的手抓紧裙摆 目光炯炯的注视着陈洛 直到陈洛将花捧到他面前 看清花的品种 苏盼月瞬间红了眼圈 洛哥哥 这花你是从哪里买来的 这花叫洛月花 只在月色下短暂开花 摘下只能存活12小时 且非常娇弱 稍不小心就凋零 他也就和陈洛去外公家 过暑假时 有幸看到过一次开花 从此变成了他最爱的品种 可这花实在太金贵了 还是印记花 不易种植不易保存 价格再高都难求一朵 如今面前却是一整数 有的甚至含苞待放 也就是说 今晚他能借着月色看花 再次绽放 见苏盼月感动 陈洛回到 托朋友找到的 好在保存下来了 你喜欢吗 苏盼月连连点头 伸手去接 陈洛却后退半步 小月 我今天站在这 做这些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陈洛深情款款告白 没人知道 他此刻心跳的有多快 听着陈洛的话 苏盼月终是忍不住 啜气着点头 我愿意的 我愿意的 就算知晓答案 陈洛也重重松了口气 忙不迭的将鲜花地上 笑得轻松 那说好了呀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 苏盼月捧着鲜花 又哭又笑的 瞥见台下一群惊心的眼神 羞的脸色涨红 赶忙把翘脸偏到一边 校长见状 欣慰的走上台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作为校长 我很高兴 清和高中 能有陈洛和苏盼月 这样优秀的学子 决定自掏腰包 给大家也送点毕业礼物 话音刚落 老师们搬上来一个巨型蛋糕 蛋糕摆放到陈洛和苏盼月中间 更像是两人的结婚蛋糕 看得苏盼月又羞又窘 知晓校长好意 陈洛到大方 拉着苏盼月的手 还真就切起了蛋糕 底下全是打去的嘘声 我八辈子的狗粮 今天都吃饱了 沈一口都吃不下了 不知水吼了声 全场爆笑 很快 蛋糕就被分发下去 分为和谐 唯独江可威 站在人群中 气得指甲都掐破了掌心 等毕业典礼结束 他再也忍不住 跑去拦住了准备离开的陈洛和苏盼月 红着眼圈 满是不甘心地瞪着陈洛 陈洛 你真的要跟苏盼月在一起吗 你确定自己喜欢他吗 而不是为了气我 他一连三问 问得陈洛觉得晦气 连带着要走的人都停住了脚步 想看陈洛如何回答 见陈洛迟迟迟不作答 苏盼月忍不住收紧了掌心 就在大家以为陈洛会说什么 让江可威死心时 他微微一笑 捧起了苏盼月的脸 在他脸颊上吻了下 而后屁腻着江可威 原先温柔似水的眼神 瞬间变得冷淡 气得江可威浑身颤唬 好样的陈洛 苏盼月身边的好友 忍不住竖大拇指 见苏盼月脸色通红 忍不住打去 赶紧带小月走吧 别因为不相干的人 破坏了好心情 陈洛听劝 朝苏盼月一笑 而后玛丽的给他公主抱起 静止朝豪车走去 见状 大家都忍不住拍掌叫好 啥叫高调宣爱 这就是啊 看得人爽得很 小网红也赶紧记录下这一幕 直播间的羡慕声 已经要传到太平洋 等陈洛和苏盼月的车开走了 看不惯江可威的 一些女生讥讽到 有些人别太自作多情 不是谁都那么肤浅 只看皮囊的 就是 人家都告白了 还上去想破坏关系 你想要做小三 听着众人嘲讽 江可威本想反击 但触碰上大家鼻翼的眼神 只觉得委屈 是陈洛先招惹她的 她又凭什么疑情别恋 她吸了下鼻子 快步跑到女厕所 忍不住大哭出声 第72章 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小网红见状立马跟了上去 听到女厕里的哭声 她激动的小声 对着麦克风叙述 家人们听到了吧 江可威还有脸哭呢 她把陈洛当了九年备胎 现在陈洛幡然醒悟了 她反倒委屈上了 话一出 网友表示赞同 就是 我看贴吧上有人说 陈洛对江可威是有求必应 她要啥给啥 卑微道尘埃了 还九年专车接送 随叫随道 这哥整个恋爱圈 都是很难坚持的存在 她真以为自己是毛爷爷 人见人爱呢 太过自信物极必反 乐人终有恶宝 弹幕评论一边倒 小网红疏心无比 不少人也知道 江可威哭去了 一阵唏嘘 江可威和陈洛之间的那些事 亲和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点 许一自认今天丢脸丢大发了 毕业典礼还没结束 就灰溜溜的走了 自然没有心情管江可威 等江可威哭完出来 天都暗了 她双眼通红 肿得眼睛红红的 美丽的脸蛋满是泪痕 望着镜中狼狈的自己 江可威再次气哭 我从来没那么丢脸过 陈洛你个渣男 说着她泼水洗脸 拿出粉冰往自己脸上抹了抹 可越抹越不甘心 拿出手机准备给陈洛打电话 只要你来接我 我就原谅你最后一次 她自顾自念念叨 带着期待拨打陈洛号码 却发现自己早被拉黑了 不信邪 她打开交友软件 你不是对方好友 几个大字跳了出来 哇的一声 江可威再次打哭 是啊 陈洛早就已经把她拉黑了 不行 她不能让苏叛岳得意 原本陈洛该是她的 一条视频就看到了自己和陈洛 不同的是 她和许易 成了陈洛和苏叛岳的对照组 视频划分两屏 一边是许易拿着烂玫瑰 向她告白的场景 一边是陈洛在梦幻般的讲台上 向苏叛岳告白的场景 场面两极分化严重 然而视频还没完 作者又剪辑出了 许易谎称陈洛的鲜花豪车 是她安排的片段 看到这 江可威倒抽口气 没勇气点开评论区 羞耻难当 笨蛋 许易这个笨蛋 让她丢脸丢到网上了 江可威整个人抓狂跺脚 活像疯子 她气急败坏地打了许易电话 没给对方说话机会 咬牙切齿 许易 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你在一起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她直接切断电话 留下一脸猛的许易 快播科技集团楼下 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大楼 苏叛岳疑惑不已 洛哥哥 我们不是回家吗 有点事要处理 陈洛开门下车 绕到另一边 替苏叛岳开门 苏叛岳受宠若惊 红着脸下车 我自己能开的 陈洛轻笑道 力所能及的事 都想为你做 想到陈洛之前 为江可威做的事 苏叛岳没再纠结 洛哥哥以前对江可威 无微不至 江可威却不懂珍惜 如今这些好都给了他 他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苏叛岳奄然一笑 将手落在陈洛掌心 朝他眨了下眼 洛哥哥 你一定要一直陪着我哦 不然我心里的落差感会很大的 这已经是苏叛岳和陈洛在一起后 提出的最大胆的要求了 他从来没要求陈洛 为他做什么 只有这次 他是真心希望 陈洛永远不要离开 有些东西一旦得到了 就再也无法接受失去的结果 陈洛失笑点头 江可威不喜欢他 他九年都坚持下来了 面前的人是他心爱的 也是爱他的 他宠都来不及 跟我走 有个惊喜要给你 嗯 苏叛岳期待满满的用力点头 两人牵着手朝公司大门走去 刚踏进大厅 就被保安拦了下来 不好意思 请出示你们的通行证 我叫陈洛 陈洛下意识回答 保安却不买账 没听过 有预约没 没有的话 不能放你们进去 快播集团是大公司 进出都需要通行证 或是预约证明 要不然进不去本部大楼 陈洛虽是快播太子 奈何从未公开露面 认识他的少知甚少 又看陈洛和苏叛岳 打扮得格外精致 保安皱眉道 如果要当主播 就跟应聘流程来 擅闯公司 对你们没好处 陈洛和苏叛岳对视一眼 眼中都带着笑意 陈洛眼里燃起信尾 故意道 如果我非要进去呢 保安拿去传呼机 当即要叫人 那我们只能强制赶人了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两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 怎么那么没礼貌呢 见保安态度强硬 陈洛也不逗他了 给洛夫打了电话 没一会儿 陈炳生赶了过来 看到陈洛和苏叛岳站在一块 露出欣慰的笑 让他们进来 保安一惊 赶忙放人 带着苏叛岳走到陈炳生面前 陈炳生望着两人牵着的手 爽朗大笑 这笑声让苏叛岳瞬间羞红了脸 叔叔 叔叔好 陈炳生的笑声引来了周围人注意 打量着陈洛和苏叛岳 欣细胆大的经理 试探出声 陈总 这不会是少爷吧 陈炳生点头 对 他就是我儿子陈洛 也是集团今后未来的接班人 旁边那位 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苏叛岳的脸更红了 不着痕迹地贴紧了陈洛 一副小鸟一人的可爱模样 而陈炳生的这两句话 也让在场的集团员工大为吃惊 第七十三章 我愿与你 一生一世 至死不渝 陈洛由衷道 爸 谢谢你 一家人说什么谢 去吧 带着小岳在公司里好好转转 提前熟悉一下环境 大家伙悄咪咪打量陈洛和苏叛岳 唯独保安惊恐不安 见陈洛要上电梯了 忙跑过去 冷汗直流 对不起少爷 是我有眼无珠 我跟你道歉 你可别生气 这工作不能丢啊 一家老小还指望他呢 可他得罪了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少爷 工作怕事 哎 就在保安觉得自己要提前下党的时候 陈洛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很尽责 我不会怪你 还会给你升职加薪 保安差一几秒 反应过来连连道谢 歪打正着 破天的富贵要朝他而来了 陈少还怪好得嘞 小乌龙结束 陈炳生去忙 陈洛则叫来了策划经理 都安排好了 策划经理笑着点头 您放心 妥妥的 苏盼月云里雾里 洛哥哥 你们在说什么 陈洛握了下他细软的手 神秘一笑 等一下就知道了 苏盼月撇了撇嘴 嘀咕道 到底是什么吗 陈洛听到凑上前询问 说我坏话呢 他离得太近 鼻息的热气都要落在苏盼月鼻尖 羞的苏盼月拉开了点距离 不自然道 哪有 电梯来了 咱们上去吧 说完拉着陈洛往电梯走 陈洛淡笑着跟上 三人直达最顶层 在电梯开启的前两秒 策划经理按了下手机一个键 电梯门打开 入幕是一片旷阔的天台 陈洛拉起苏盼月的手 两人走到天台边缘 这里是快波集团最顶层 也是整个江城的最高点 站在这里 仿佛世界都在脚下 江城繁华一览无余 起初苏盼月还以为陈洛带他来这里 是为了看风景 毕竟这里的风景真的很好看 直到他注意到不远处的一栋大楼 楼的顶部放着一块大屏幕 而屏幕上 放着陈洛同他表白的浪漫画面 不仅仅是一栋大楼 几乎快波集团脚下的所有建筑 顶楼上都立起了这样的一块屏幕 无数的小屏幕 错落在一块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星星 稍有点商业常识的人都知道 商业大楼顶部的大屏 是用来投放商业广告的 每一分钟的投放都需要不少的金钱 陈洛这是包下了江城整个商圈的大屏幕 向他告白 苏盼月鼻腔一酸 眼睛热了 又怕哭了被人笑 露出了一个想哭 就不肯哭的呆萌模样 洛哥哥 谢谢你 今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向你表白了 也知道你是我女朋友了 小月 你不会因为我太高调 而嫌弃我吧 怎么可能嫌弃 他恨不得宣示主权 让所有人都知道 洛哥哥 也是他的了 这时候 两人中二病一致犯了 苏盼月感动的跳到了陈洛怀里 毛茸茸的脑袋在他胸口蹭了蹭 像个温顺撒娇的小猫 才不会嫌弃 惊喜感动还来不及 这就是被洛哥哥宠着的感觉吗 也太幸福了 苏盼月沾沾自喜 在陈洛怀里偷乐 陈洛轻轻抱着他 说出了前世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承诺 小月 我希望和你 一生一世 至死不渝 他的嗓音很轻 却无比的坚定 苏盼月心里像是被一股热流冲过 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躺在了温暖的洋流中 幸福的不能自已 至死不渝 这四个字多么动听啊 场面温馨 策划经理默默退下 却不小心看到了陈炳生躲在角落 拿着手机偷拍 策划经理汗颜 陈总 您 嘘 别出声 说完 在策划经理无奈的笑容下 陈炳生对着抱在一块的小情侣 框框一顿拍照 也不挑选 一股脑全发给了江亚 江亚这回正在跟贵妇团搓麻将 看到陈炳生发来的照片 洗得直接来个炸壶 儿子不傻了 江太太 你拍打错了 有贵妇提醒 江亚那还要打牌心思啊 直接给美人赚了一万块 笑容满面 不好意思各位 今天大家先回去吧 咱们有空再约 啥是那么高兴呢 江亚美滋滋看了看照片 还放大细节 见陈炉和苏盼月真在贴贴 笑容都快裂到耳根 看几名贵妇好奇模样 她清了清嗓子的 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快当婆婆了 贵妇们却觉得她疯了 她儿子才刚高中毕业 这就要带女人回家了 说出去不让人看笑话吗 虽说豪门圈公子小姐玩得开 但才高中毕业 就带女朋友回家的 还真没几个 何况陈洛 以往风平可不咋低 平日就极度江亚快波集团 夫人身份的贵妇们 仿佛找到了一个发泄点 边走边小声嘲讽 哼 也不怕是红颜祸水 给陈家整垮了 话一不小心被管家听到 管家顿时黑了脸 咱家少爷是高考满分状元 他的女朋友也出身世家 门当户队天造地设 几位夫人 还是好好管管教自家孩子吧 别没事乱搅口舌 先生太太向来疼少爷 听到你们这些话 怕是会影响你们家先生 和陈家的商业合作 几位贵妇家里 都仰仗着陈家发家致富 何况陈洛 是今年高考满分状元 想到自家孩子惨不忍睹的成绩 立马进声 夹着尾巴走了 管家见状哼了声 拿起手机继续看视频 以后能光明正大科 CP咯 另一边 柳如烟也看到了热搜上的许易 立马叫来了小助理 手机往桌上一扔 许易不是快拨太子吗 怎么自家平台 全是黑他的视频 这是小助理也刚刷到 没了平时的底气 柳经理 这我也不清楚 柳如烟眼皮一跳 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不清楚 那不清楚 我要你有什么用 小助理低着头 嘀咕着 那我也没见过快拨太子 哪知道许易到底是不是 原本他觉得是 可许易丢脸丢到上热搜了 官方非但不撤热搜 还给了拨大流量 他心里也袒测不安 就怕许易 真不是快拨太子 柳如烟也意识到 事情很不对劲 猛的站起 立马去快拨科技集团 一路催促司机飙车 柳如烟赶到快拨科技 保安认识他 边核对通行证 边继续跟一旁同事说 刚才的事 真的 刚都快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少爷跟那群 嚣张跋扈的 有钱少爷一样 不讲道理呢 嘿 没想到他那么名势力 非但不怪我鲁莽 还夸我 静子给我升职加薪呢 以后肯定是个好老板 咱们有福了 听到这话 柳如烟脚步一顿 静止朝保安走去 你刚说的少爷 是你们快拨的太子爷吗 对啊 就是咱们家太子爷 保安骄傲道 不忘补充 老板说了 少爷就是 锦火公司接班人 柳如烟心惊 那他还在这吗 在啊 在顶层呢 柳如烟文言 眼睛一亮 我要见他 你带我上去 保安胡一夜 你不是爱办公的吗 而且顶层非董事会人不可去 柳经理还是算了 不行 我今天必须见到他 他倒要看看 许义究竟是不是快拨太子 想着他不顾保安阻拦 一路朝电梯跑去 保安脸色大变 一路追赶 鞋底子都快磨破了 愣是没追上 踩着恨天高的柳如烟 第74章 许义被拆穿 顶楼 落地窗前 陈洛即使一身休闲装 也掩不住周身跪气 旁边的女孩也是背影恶挪 两人只是静静站在那里 就是一副绝美的图画 哒哒哒 急促的脚步声 打断了顶楼的平静 柳如烟停在办公室门口 撑着门框喘气 本想看看 这位神秘的快拨太子爷 究竟是谁 到底是不是许义 却没想到 看到了一个 让他意想不到的人 陈洛 怎么会是陈洛 一双眉眸 在看到陈洛的那一瞬间 猛的瞪大 裹着浓浓的不可置信 怎么是你 风云 你给我站住 回答他的是 保安在走廊另一头的怒吼 柳会长 陈洛转身看向柳如烟 眼神中闪过一丝亚议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柳如烟没有回答 此时此刻 他的大脑已经凝固了 陈洛怎么会在这里 电光火石之间 柳如烟想到结果 快拨集团是你家的 见他表情又怒又气的 陈洛疑惑 是又怎么了 他承认了 柳如烟神情 有那么一瞬间的军联 如果到现在 还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那他就是个傻逼 想他柳如烟名牌大学毕业 一路顺风顺水 现在被一个矛头小子骗了 许一 假借快拨少爷的身份 从他这里骗钱骗物 柳如烟稳重的脸色变得冰寒 少爷 不好意思 这个风云自己跑上来的 保安正想把柳如烟抓住 他一把甩开人 猛的又往楼下冲 保安 苏盼月和陈洛对视一眼 也是一头雾水 清禾高中 处在晚自习的高中教学楼 安静无比 除了沙沙的翻纸声外 再无别的声响 高一三班 许一正对着一道数学题 绞尽脑汁 雪白的草稿纸上 写满运算过程 却半天没算出正确答案 惹得他烦躁不已 一道道惊呼声 打断他的思绪 顺着人群的目光看过去 只见教室门口 站着一位气势十足的漂亮女人 白衬衫包屯裙下 是傲然的身材 五官立体 尤其是一双眼尾 稍微向下的眼眸 平添几分冷艳气息 他似乎有些气氛 冷冰冰的盯了过来 锻炼出来的气势 压人十足 高中不缺漂亮女生 可大多青涩甜美 童玉姐的他比起来 差了一大减 柳如烟的出现 引起了不少男生的骚动 柳如烟语气森冷 许义 惊呼声更大了 一个个神情狂热的 看向了许义 许哥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柳如烟突然来这里做什么 许义心中狐疑 他表面震惊 他是我姐姐 哇 许义 你姐姐居然这么好看 比电影里的明星 还要有气势 我当初去现场追星 那些明星都不见得 有你姐姐好看 这身材简直了 我 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看的姐姐 我姐 只会打我让我跑腿 各种各样的奉承声 让许义心情大好 他微微笑着 我姐和我关系很好的 柳如烟走了进来 高跟鞋碰撞地面 发出清脆的响动 柳 话才开口 啪的一声动静 在教室里响起 柳如烟这一巴掌 用了十足的力气 肉眼可见的 许义右脸高高肿起 刚才还一脸惊艳 和羡慕的同学停止声音 一个个惊诧地开着证目 这好像不是姐姐吧 许义也被打懵了 诺从兴起 你神经病啊 你信不信 我把今天的事告诉我爸 你爸 柳如烟吃笑出声 你爸是谁啊 你不会还要告诉我 你爸是快播集团董事长吧 围观人群听出不对劲 许义不是说 这人是他姐姐吧 怎么不像啊 我看不像是姐姐 倒像是仇人 你这个混账 家教良好的柳如烟 被气狠了 直接骂出声 你怎么敢从我手里 骗走那么多钱呢 他看向四周 质地有声 同学们 你们班的许义 就是一个骗子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 最近出手很扩托 因为他骗我 说他是快播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从我这里要钱要务 还把我蒙在鼓里 他今天会骗我 明天就可能骗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你们和他交往 可要做好准备 柳如烟的声音 在狭小的教室响起 就像撕开了一道口子 瞬间让空气变得嘈杂起来 连原先不打算吃瓜的人 都听震惊了 冒充快播老总的儿子 许义哪来的脸 有老师走了过来 这位女士 你来我们教室做什么 柳如烟冷冷地瞥了许义一眼 转身 离开 法治社会 他不可能对许义怎么样 但他们高中生 不是在乎面子吗 那他就让许义 面子里子都描好了 先前的艳线变成讥讽 许义 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嘖嘖嘖 难怪啊 原来是从女人手里搞来的钱 你的操作也太骚了 教教我呗 许义听着周边的嘲讽 面色发青 忍住眼中难堪 嘴硬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你们怎么那么蠢 那你解释一下 你最近的高消费 哪里来的呀 我就说 家里有钱 也不是你这种花法 人家承诺就很低调啊 果然有问题 没钱还装大款 你真恶心 一旁的江可威见了也是 一脸厌烦与嫌弃 尤其是想到 许义这些天给他花的钱 竟然是从另一个女人身上骗来的 就更让他发自心里的反胃 江可威做梦都没想到 有一天 他也会遭遇和宋卿雨一样的事情 许义和情绪一样 都是假装的富二代 还是老师管理纪律 才勉强让教室安静下来 许义一下成了名人 各种打量绩效 让他只觉周身火辣辣的 要在他身上 啄出一个动脉似的 叫他无处遁形 他强装镇定的坐下刷题 淡黄色的卷子 印着几何题 原先的思路被彻底打乱 再想不出一点 下课途中 许义实在不想听到 其他人的奚落嘲讽 慌忙躲去厕所 等上课灵响 才慢慢走回来 四周的人好像都在刷题 并没有人过多注意他 他松了口气 拉开椅子坐下 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不对劲 臀部粘粘腻腻 他动了动 竟发现 屁股已经粘在了椅子上 现在他的裤子 已经紧紧和椅子 紧紧粘在了一起 许义大脑一片空白 有人在他椅子上涂了胶水 第75章 姜可未愿意服软了 哈哈哈哈 周围响起爆笑声 老唐 还是你的点子好 笑死我了 许义 502胶水的感觉怎么样 许义神色难堪 撑着桌子挣扎起身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过分 你骗人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你过不过分 你不是说 你家可有钱了吗 吹牛也不打草稿 真是笑死人了 扯了半天 越年越紧 他拿出湿巾擦拭 毫无效果 周围全是笑话他的人 有谁可以帮一下他 他把眼神放在了姜可未身上 他总该是会帮他的吧 可未 话一开口 姜可未迅速别过头去 对于许义如今的惨状 他一点也同情不起来 一想到他拿着 从别的女人那里骗来的钱 给他买手势买手机 他就只觉得恶心 吃个废物 没钱学陈洛装什么大款 这副拒绝的神态 一下子让许义心凉如谷底 就连可畏都冷落他了吗 可他做这么多 不都是为了他 周围嬉笑声音更大 他再也忍不住 一手捂着脸 另一手扶着屁股上的椅子 狼狈地跑了出去 许义装出来的阔气被拆穿 这次和人发生冲突 江可畏自然不可能 再和他发生牵扯 只是看着他狼狈的模样 难免让他想起来陈洛 高考状元 家境殷实 对他大方 各种优点充斥在他脑海 和现在的许义 简直是天壤之别 江可畏忘不掉 满脑子全是他 有时候听着课 他都能望着陈洛之前的作为出神 高考结束后的他 正在做什么呢 会不会像他想念他一样 心里有一点他 想想这天来的纠结 江可畏忽然不想再倔强下去了 这么多 陈洛也马上就要和苏盼月 一起去读最高的大学了 江可畏是真切的明白 如果他再不服软 陈洛就真的成了别人的了 那么这次 就让他第一次投吧 假期一到 江可畏难掩心中思念 找到了陈洛 陈洛 这些天我想了想 之前的事都是我做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这是江可畏第一次对陈洛道歉 也是一向高傲的他 第一次服软 在他看来 陈洛一定会答应的 他可是从来没对谁这么卑微过啊 他眼睛长得好看 同仁很大 黑白分明 看人时 总让人觉得无辜单纯 曾经 陈洛很是沉迷他的模样 只是现在 见到对方楚楚可怜的动作 他表情平平淡淡 陈洛 你能不能不要不理我 江可畏几乎是哭着开口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我现在向你道歉 你原谅我好不好 拜傻 帮我做一件事 我就原谅你 好 江可畏眼睛立即就亮了 像是悬泥在水中的人 终于找到了救命稻草 做什么 只要是你让我做的 什么都可以 他神色激动的望着陈洛 心下雀跃 果然 他服软一下 对方就立即原谅了他 他在陈洛心里 果然是有地位的 苏盼月而已 压根比不上他在陈洛心里的地位 等我一下 陈洛转身回到别墅 爆出来一叠纸张 还有礼品盒 递给江可畏 把这些东西全部烧掉 我就原谅你 江可畏撇了一下 欣喜的神色被水泼了一般 消失殆尽 他颤抖着开口 你要我烧掉这些 哪怕过了许久 之前打算送给他的情书 礼物 当时他不屑一顾 全部扔回陈洛桌上 甚至还笑话他 我江可畏这辈子 都不可能喜欢你的 陈洛 你就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想到 他居然还保留着 烧了这些 是想和他断个干净吗 所以 陈洛口中的原谅 其实是忘记吗 他要他亲手斩断和他的一切 要他彻底在他的世界消失 那这原谅 还有什么意义 江可畏摇摇欲坠 陈洛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 我已经知道错了 陈洛冷漠开口 江可畏 烧掉他们 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就只是陌生人 他的话 都是真心的 这辈子的江可畏 还没对他做出实质性的伤害 他也不会为难一个女人 烧掉 就当陌生人 泪水汹涌 江可畏推掉情书和礼盒 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这么做的 你休想 他才不要和陈洛 断绝所有关系 眼泪模糊视线 他生怕陈洛逼着他烧掉 哭着跑开 一直到十字路口 江可畏才停下喘气 嘟嘟 手机震动起来 是陈洛放不下他 给他发消息了吗 他眼中又燃起期待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只是垃圾广告 消息栏空空荡荡 江可畏心里一凉 彻底崩溃出声 被陈洛拒绝 江可畏开始消沉起来 暑假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 出去吃饭洗澡 基本全天待在里面 没有任何社交 姜母走进来 胡一问道 你又怎么了 江可畏盯着手里的平板 头也不抬 没怎么 暑假了还不可以玩玩电子产品放松吗 房间光线昏暗 屏幕的光照在江可畏脸上 一双眼里 是肉眼可见的偏执 屏幕中 是苏盼月和陈洛的旅游视频 视频的背景是雪山 位于北欧 挨挨的白色雪山 庄严大气 陈洛耐心的给苏盼月 带上防护装备 牵着他的手慢慢滑动 在陈洛的教导下 苏盼月很快掌握要领 熟练滑动 两人一边滑一边闲聊 遇见显况 陈洛先一步 把苏盼月抱在怀里 相处间粉红泡泡拉满 呜呜 人家已经在环游世界了 我连开箱奶都得先问问妈妈 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长得好看 又是状元 家里还那么有钱 女娲 你偏心 凭什么我就是这破样 什么时候 我能遇到盼月那么懂事的女朋友 太可爱了 想偷走 弹幕 一派夸赞 江可未咬着唇 男男 明明都该是我的 明明 陈洛是他的 对 陈洛是他的 和他旅游的人也是他 几乎是洗脑般 他在心里不断重复这句话 视频被循环播放 将可谓痴痴地望着陈洛 满含情欲 他拿出画笔和纸 在纸上描绘陈洛旅游时 笑得开怀的模样 再把原先苏盼月的脸 换成他的 一幅画画完 他贪婪地望着画中人 就是这样 陈洛应该是我的 陈洛 你快回来好不好 第76章 我真的知道错了 陈洛的旅行持续一个月 沿途经历了北欧 俄罗斯 北美和南美 最新的视频 是他和苏盼月 在亚马逊宇林见到的奇观 有两人坐在直升机上 拍下的茂密森林 有威俄的安底斯山脉 有各种奇心怪状的动物 页面底下是配文 旅途结束 但我和他才刚刚开始 江可威看着那行字 眼神复杂 这个他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不过 江可威已经没心情在意这个了 他在意的是 陈洛要回国了 他们是只有一个机场 陈洛回来 肯定会出现在那里 他立即查看航班 估算陈洛回国的日期 机场 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江可威已经蹲了两天 眼巴巴的望着 每一个从南美航班 回来的人 他不清楚 陈洛回来的具体日期 就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希望能遇见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 等了两天 终于让他等到了 人群中 陈洛推着行李箱走出来 南美的天气 让他皮肤黑了一个度 从原先的白色 变成了健康的麦色 连身高都拔高了 两厘米的样子 他戴着墨镜 遮住了一半面容 哪怕外形有所转变 江可威也一眼望到了他 陈洛 他心中雀跃 勉强按捺住 想尖叫的心情 是陈洛 是他的陈洛 他回来了 江可威痴迷地看着他 逆着人群上前 一双眼中是浓烈的爱意 像是见到了许久的爱人 满怀期待 他该用什么理由 见陈洛呢 江可威想了想 在即将接触到陈洛时 身子一歪 软软地倒在地上 陈洛 你也在这里啊 真巧 我不小心把脚扭了 你扶我一下可以吗 他满含息迹地望着陈洛 这种时候 作为绅士的陈洛 肯定会温柔地抱起他 轻声问他 怎么不小心摔倒了吧 意料之外的 陈洛直接绕过他走了过去 他看到了他 并且 无视了他 满心期待落了个空 江可威脸色发白 到现在 他已经连扶他都不愿意了吗 洛哥哥 苏盼月一手一个冰淇淋 小跑过来 你喜欢的香草口味 陈洛一手接过冰淇淋 另一手顺手搂着他的腰 嗯 小月买的冰淇淋很好吃 他吃了一口香草冰淇淋 嘴唇染上浅绿色的半固体 猴结滚动 你喜欢的话 我还给你买啊 苏盼月红了脸 声音都焦了 两人旁若无人 这位小姐 需要我拉你起来吗 一个绅士的西装男人 停在江可威面前 好心伸出手 江可威面色恼怒 狠狠瞪了他一眼 要你管 男人碰了个没脸 无语道 哪儿来的神经病 江可威爬起来 自顾自的追了上去 陈洛 你旅游结束回来了呀 我看了你发的视频 风景拍得真好看 他强硬的挤在陈洛旁边 讨好地说着 陈洛默默拉开距离 江可威 请你自重